第251章先下手为强,周冲咬牙,寄出一把雪白的尺子,急速飞了出去,释放刺目的光芒,像是一轮太阳般落入密库那里。 他知道,如今那个地方如同法阵般被激活了,有幽冥符,更有其他一些东西,他没有时间耽搁,感觉远方出现威胁,正在接近。 空,他以暴力手段破法,这时雷霆尺,雪白光芒落下后,闪电交织,剧烈轰击。 可惜,这把尺子被送出大幕时受损了,上面有四道掌长的裂痕,现在爆发雷光源不及预期,且在进一步军裂。 最后雷霆尺炸开了,也终于击穿密库那里被激活的近乎法阵般的布置。 周冲心痛,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这把尺子还是能够慢慢修复的,现在就这么毁了。 不过,如果能够得到金色竹简,这就算不得什么了,况且现在他已经拿到锁魂中,属于无价之宝。 远空,一个机械人急速飞来,冬的一声开火了,打在周冲身上,将他的血影炸开,并让他针骨上的雷结痕迹脱落一些。 嗯,他盯着远空,心头悸动,居然威胁到了他。 痴,一道雪亮的剑光落下,机械人手持长剑,刹那杀到近前,璀璨剑芒照亮天空,力劈向周冲。 科技,超凡物质,都具备,周冲盯着机械人,用飞剑架开他手中的长剑,火星四剑,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冲击。 机械人冰冷的金属又壁指向前来,飞出一个光圈,向周冲身上落去,道,漫长岁月消逝,狩猎神魔,恍若就在昨日。 空,周冲掌心发光,雷霆符纹绽放,将光圈击溃,他露出异色,似乎听人说起过这种具备超凡属性的机械怪物。 5号机械人没有躲避,接受雷霆冲击,再收集能量,补充自己所需。 周冲将一面镜子传送到袁红那里,道,你以此镜护体,避开斩神旗,此镜能照出各种古怪,其他宝物都可以放弃,但一定要将金色竹简取走。 他自己则提着银色大中迎向机械人,激烈交手,并且他快速脱离这片区域,怕神秘的超凡机械人针对袁红。 这口中,很久以前似乎听闻过,他的第三代主人极其厉害。 机械人看着周冲手中的银色大中,露出丝纯之色。 周冲动用精神能量,想要撕裂机械人内部的精密元器件,瞬间而已,他的精神力变被吞没了,没起到作用。 他的脸色变了,仔细感应,机械人的体内似乎有特殊的转换装置,在分解精神能量,为他所用。 机械怪物,堪比一宝了,他凛然,严真以待,刹那间,他寄出飞溅,带着浓郁的超物质,披向机械人的头部。 机械人周身暗淡下去,居然在疯狂吸收超凡物质,内部有一个特殊的动力系统,各种能量符号剧烈闪烁。 当,5号机械人挥剑,挡住飞剑后,他进一步扫描,收集各种收据,同时在分解超凡物质为己用。 空,周中的血色大手拍了出去,一时间,宛若金涛拍案,各种神秘文理交织,对机械人造成了困扰。 他的眼窝中光芒飞快闪烁,急速解析,分化超物质,对抗超凡符文的侵蚀。 一时间,两人战斗无比激烈,空,机械人张嘴尖,吐出一道比雷霆还刺目的光束,由异物质组成。 周冲的血缩大手被震得暗淡,险些又一次炸开。 5号机械人眼窝中射出浓缩的能量光炮,打在周冲身上,让他的血影暴碎。 接着,5号机械人胸前探出一直由异物质组成的手臂,迅速抓向周冲的针骨。 周冲快速倒退,躲避了出去,短暂的交手,起初周冲真的很不适应这个怪物的手段,对方在吸收与分解超物质为己用,利用率很惊人。 空,周冲缓慢划过一掌,借助仙谷,带动出些许超凡规则,次来一声,让5号机械人的手臂上电火花闪过,金属碎屑速速落下很多。 这给5号机械人造成困扰,他的手臂差点被废掉。 周冲自己也有些不好受,大境界跌落得厉害,许多手段都难以施展。 两人之间见光与能量炮不断绽放,义务之沸腾,他们杀向远方,毁掉了一些建筑物,撞碎地面,进入地下。 王轩双目深邃,勿送两人远去,自语道,列仙进入现实后,被连着削弱大境界,实力下降得厉害。 对他来说,这是福音,减轻了压力,只要他修行的速度够快,超过回归的列仙不是没有可能。 而后王轩又盯上了孙家,今天还真是惊人,各种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他时刻准备出手,去夺取自己的造化,尊家,密库前,袁洪出击,手持宝镜,牵引金色竹简从里面缓慢地飞出来,他确实感受到了这片地方的不同。 尊家建立在一片遗迹上,密库连通地下,他觉得有些问题,他自己没敢深入进去。 不过,这里最危险的幽冥符被周冲破开后,没有那么危险了,金色的竹简凌空漂浮,向外而来。 总共有27块,每块不过8公分长,金银如金色玉石,全都是以羽化神竹雕刻而成。 共有四部金色竹简,那意味着共有108块。 他眼神火热,听到过那些传说,四部竹简合一,简直不可想象,单修炼一部经文,就能造就出爵士强者,在大幕后的仙界呼风唤雨。 他向外牵引,结果在图中时竹简坠落,唯能一口气带出来,这让他诧异而又警惕。 然后,他发觉密库中有些宝物发光,锁住了金色竹简,他不得不艰难地发力去争夺,但不敢踏足进去。 王轩远远地看着,他觉得该出手了,既不可施,时不再来,不能再吻下去了。 在出动前,他精神出窍,想要看清斩神奇那里的本质。 周冲,鬼先生,机械人都远去了,真正的高手离开,他现在不担心被人感知到他折服再盼。 王轩动用精神天眼,看破超凡迷雾,发现异常,有人以特殊手法遮蔽了真相。 斩神奇所在之处的地下有白雾蒸腾,有高手留下的痕迹,超凡符文密密麻麻,他们在牵引小旗,随时可以催动他。 王轩有理由相信,谁敢直接摘取斩神奇的话,地下白雾中的符文就会绽放,彻底激活斩神奇的恐怖威势。 即便有肉身护持精神体,也根本不够看,巴掌大的金色小旗若是全面爆发,接近他的人会惨死。 周冲都不敢妄动,想要收服锁魂中后,再以他来摘取斩神奇。 王轩深刻意识到,想取走斩神奇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他也不能耽搁了,趁着周冲与机械人远去,现在待他出击了。 他将隐身服贴在身上,从酒店中走出,快速进入孙家,他看了一眼身穿红色甲皱的女子袁红,没有打扰他。 这一次,为了得到斩神奇,王轩全副武装,距离前方还有段距离,他催动鼓灯,一层光幕覆盖在他的身上,将他保护在里面。 接着,他取出黄澄澄的小葫芦,透过红色光幕,不敢对准斩神奇,而是对准地下区域,悄无声息地地吸走土石,让白雾露出,让密密麻麻的符纹浮现。 古灯,小葫芦都是强大的一宝,但现在为了得到斩神奇,这两件东西都沦为普通的挖掘工具了。 诗,古灯发光,被他催动出去一道粗长的剑语,如同神红般,打进地下符纹中,他在搞破坏。 但这很危险,符纹区域确实暗淡了一片,但其他区域却明亮起来,强行催动斩神奇。 王轩寒毛倒数,有肉身保护精神也不行,他感觉到了莫大的危机。 巴掌大的金色小棋摇动间,金色纹络交织,向外蔓延。 做个一生,他快速逃走了,以鼓灯绽放的红侠遮拢身体,以黄澄澄的小葫芦挡在身后,喷薄锐光。 王轩逃离孙家,斩神奇蔓延的金色纹络居然任人,追击出来很长一段距离,他显而又显得避开。 这个方向的另一侧,袁红也被波及了,他不明白什么状况,怎么金色小棋突然复苏了。 他原本将金色竹简牵引到半空中,都快摆脱密库中其他宝物的压制了,结果现在功亏一篑,竹简又坠落了,他急速逃离。 他一阵惊疑不定,没有看到身上贴着隐身符的王轩。 片刻后,孙家的两座密库又都平静了。 袁红前往第一座密库牵引金色竹简,王轩则再次临近斩神奇所在的密库,他观察了一下,地下的符文被击穿了一块区域,效果不错。 这次,他退出足够远的距离,在孙家外面动用古灯,攻击那块区域,而且是连着催动,几只红色剑语像是长虹灌日,急速飞了过去,没入地下。 他果断跑路,袁红怒吼,这次他都快成功了,结果金色竹简又坠落在密库中,而且斩神奇发威,比刚才还凶猛,吓得他亡魂接冒,飞快逃顿。 然而,这次的金色纹落交织,已经不是很远了,他不得以催动手中的红色神印,放出一道魂体。 失去一魂两破的子发老者出现,刚要有所动作,就被金色纹落击中,扑得一声,当场被绞杀成飞灰,什么都没有留下。 然而,金色纹落蔓延,还是没有退潮,袁红金木,再次催动红色宝印,又释放出两道魂体,居然是克里斯汀与汉索罗,两人重见天光后顿时惊喜大叫。 瞬间,他们的喜悦表情鸣固了,被金色光芒覆盖,两人的精神体化成飞灰。 袁红逃过一劫,眼神森冷无比,动用周冲给他的宝镜,照耀四方,终于发现王轩,即便他贴着隐身符也被照了出来。 是你,当才想到走斩神奇,袁红脸色冷冽,没有立刻发作,因为对方有肉身确实适合到其。 而且,对方实力不弱,手上有两斤一宝,他现在状态不佳,在袁池山被轰炸了一次,元气远未恢复呢。 你我同为超凡者,合作取宝吧。 他克制着出手的冲动,但是心中杀意弥漫,想让王轩继续去到齐,拖到周冲回来后再杀他,暂且当个工具人。 好,我在研究下,怎么取斩神奇,你先去取金色竹简吧。 王轩点头,事实上,他很清楚,这个女人不是善类,早先就想以红色的宝印给他打上印记,让他受制于他。 他也将这女人当成了工具人,如果两人同时取宝,会节省不少时间。 当然,这次他得注意点,不能再干扰对方了。 王轩看了下,再来一击的话,斩神奇地下的符文就会被毁得差不多了,那时就能够摘走金色小旗了。 然而,这次袁红没有再去牵引金色竹简,就在那里盯着王轩,看他取斩神奇,并暗自持宝镜与红色法印戒备着。 这时对他兼功,督促他取宝,王轩感知超长,突然发觉,在他背后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道士在折服, 人红将收在红色宝印中的又一个魂体放出来了。 既然对方不愿当工具人,而且随时可能会对他动手,还留着他干嘛。 为了速战速决,王轩记出那张雷霆符指,他觉得这种东西对魂体最有效果。 为了不出意外,快速取走斩神奇,他也不惜浪费了。 轰,他先下手为强,一道雷光绽放,粗大无比,直接轰在女子的身上,让他惨叫出声,半边身子炸没了。 第252章 孙家密库的真正主人 王轩动容,腹指的威力超出意料,居然直接炸掉敌人半边身子。 他立刻收起手中的火符,再用的话就实在太浪费了。 袁红很绝望,在袁池山元气大伤,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现在又被人打掉一半的魂体,多半凶多吉少。 在他的手中,早先被锁魂中打出裂痕的宝印,现在布满朱网,马上就要瓦解了。 周冲给他的宝镜,被传送到现实时,就因大幕而破损了,现在更进一步,出现六道很长的裂痕。 袁红想逃遁,但一道恐怖的光束已经飞来。 王轩怎么可能给他机会,收起火符的刹那便催动古灯,猛烈绞杀,灯焰化成的剑雨如神红灌日。 咔,袁红以手中的烟红宝印阻挡,但没有什么用,原本就要碎掉了,现在直接炸开,数十块红色碎片四射。 他脸色发白,不久前还想给王轩眉心打上印记,身为仆从,结果现在却是他要被对方干掉了。 杀,他低声喝道,一时远处的女道士,帮他来挡住敌人。 王轩的后方,一道身影急速扑来,王轩没有转身,手中黄澄澄的小葫芦对准了后方,这是一件强大的异宝,喷薄射人的霞光,将那扑杀来的身影打散。 袁红快速飞顿,并以残破破的镜子照向王轩,细技能挡住他的攻势,为自己争取到一条火路。 这面镜子确实是难得的宝物,照耀出一道刺目的光束,沿途,各种建筑物都被打穿了,而后融化。 王轩很平静,手中黄澄澄的小葫芦精犀牛影,将照耀过来的光束分解,全部吸收。 下一刻葫芦嘴发光,一道更为粗大的光束冲了出去,打在宝镜上,上面的裂痕瞬间扩张。 宝镜炸开,一件难得的神物毁掉了,镜片碎块飞落的四处都是。 诗,全在王轩肩头一侧的古灯发出朦胧的光,击射出一道刺目的剑语,定在女子身上,让他报岁。 王轩确定,如果那一夜他去了园池山,克里斯汀和索罗的命运就是他的真实写照,会被这女人努力。 所以他没有手软,当杀就杀,管他身后是否有裂仙,既然对他怀着深深的恶意,毁掉就是了。 唯一可惜的是那张雷福,就这么用掉了。 刹那间,王轩再次出手,没有任何耽搁,古灯光念跳动,他催发出三只红色的剑语,没入前方的符纹地带。 同时,他动用了暗金小舟,巴掌大的一宝发光,瞬间扩张,他坐在上面,化成一道流光远去。 果然,最后这一次攻击,在符纹被毁的刹那,格外的璀璨,近乎焚烧般的光芒照耀,催动斩神旗。 巴掌大的金色小旗,旗面轻轻一展,金色纹落蔓延,像是一片浪涛般朝着高空拍机而去。 王轩摸了一把冷汗,显而又显,如果不是准备充足,动用了飞行一宝,最后这一击多半就将他留下了。 这到底是谁布置的?他有些发毛,这绝非一般的手段,估计就是与机械人大战的男子来收齐,都会很艰难。 届时中,早就有这种高手了吗?大概率是逍遥层次的生灵的手笔,王轩收走小旗,颇有些虎口夺食之势,让他心中没底。 还好,他现在贴着隐身符,始终没有露出行踪,连知情的女子也被斩杀。 高空中的金色布纹消失,他驾驭暗金小舟,快速返回,斩神旗寂静了,地下的符纹被毁掉后,他不再那么危险了。 王轩没敢临近,这东西即便没有法阵催动,也极度危险,他寄出黄澄澄的小葫芦,以他来收取。 葫芦嘴发光,瑞霞一道道,缠绕在小旗上将他拉出密库,缓慢接近这里。 王轩动容,斩神旗还没有手掌大,但收取他是感觉极为沉重,仿佛在搬运一座小山般吃力。 尤其是,随着小旗接近,黄澄澄的葫芦居然颤动,像是在发抖,王轩一阵无语,这是血脉压制吗? 途中,小旗抖动了一下,有不闻在线,顿时让王轩毛骨悚然,差点就放弃他,并准备砸出葫芦。 还好,有惊无险,他也只是旗面翻动了下,又寂静了。 苏,葫芦清颤,看得王轩一阵无语,他小心翼翼地将斩神旗收进伏地碎片中。 至此,王轩长出一口气,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步步惊险,他总算如愿以偿,得到了这件传说中的宝物。 不管是否与什么人结下了因果,他也不在乎了。 有了斩神旗,只要他抓紧将实力提升上去,即便是接下来群魔乱舞,各种怪物旗出世,他也有一定的底气了。 尤其是,斩神旗对从大墓中走出来的魂体格外有杀伤力。 他立身在另一座密库前,继续那名女子未曾完成的任务。 他没有进密库内,怕身陷当中,27块金色竹简就坠落在不远处,已经离出口这里很近了。 王轩以精神力牵引,流动金灰的竹简飘浮了起来,但是密库中,有一些神秘器物跟着发光,锁住竹简,不让他离去。 什么状况,既然有高人不智,他为什么不直接收走? 王轩费力的牵引,满头汗水,越是接近密库出口这里,阻力越大。 他还得分心,时刻注意四周的动静,怕周冲与机械人杀回来给他来一下狠的,那将会非常致命。 他在犹豫,要不要暴力破法,将这件密库打穿算了,说不定还能多带出来一些宝物呢? 是,突然,一道刺目的剑光自密库中飞出,几乎要洞穿王轩的眉心,快准狠。 有人躲在密库中,关键时刻出手了,是那个在此地布局的人吗? 王轩几乎中招,关键时刻,他修行出的景物浮现,虽然属于精神层次的奇景,但可以干预现实,比许多宝物都厉害。 精神领域中的奇景让那剑光略微受阻,他快速偏头躲过恐怖的剑光,同时古灯浮起,形成烟红光幕,将他笼罩在里面。 密库中果然有生物,但当王轩看到他时却一阵恶然,一个三寸高的铜仁在出手,手持一口一寸多长的小剑。 这是一个傀儡小人,剪歇将王轩顺杀,让他冷汗都冒了出来,这地方果然有主了。 他二话不说,轰的一声,催动将手中的剑符。 那个如同小太阳般爆发光芒,急速而来的三寸铜仁,瞬息被剑符覆盖。 隐约间,他听到一声低吼,傀儡小人眼神凶利,剑光暴涨,竟十分恐怖。 不过,王轩得到的扶植很神秘,剑光更盛,在可怕的交击声中,同仁被斩得满身剑痕,最终让他四分五裂,化成碎筒。 王轩头大如斗,孙家真的被某个生物视作了自己的地盘,存在各种凶险,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强者一直没有现身。 他快速牵引金色竹简,这次比较顺利,将他接引了出来。 温润如玉石般的竹筷,像是上天最完美的杰作,意义生辉,上面刻着各种图案。 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王轩虽然心情激动无比,但快速收进伏地碎片内。 一部至高经文入手,人世间是一个大境界,他又分了多个小境界,其中迷雾,燃灯,命土,采药,这几个小境界可以说在各体系通用。 采药后,他就要定下自己的路了。 有了金色竹简在手,多了一部至高经文,对他意义重大,将成为重要参考,是无价之宝。 王轩向密库中望了一眼,稍微犹豫,没有迈不进去,心神还是有些不安,总觉得里面依旧有古怪。 比如密库中一座金身佛像,似要睁开眼睛。 他以为是错觉,然后,他又看到一株通红的珊瑚树,居然开始流动红色光运。 老曾说过,有父不可想尽,有事不可使尽。 王轩此时从心,觉得做人留一线巴,日后好相见。 他转身就走,他最想要得到的东西到手了,没有必要去冒险了,万一身陷此地,那就毁之晚已。 他身上的隐身符还能用一段时间,在临去前,他横穿孙家的园林市建筑,发现高层成员早坐飞船跑了。 这让他颇为遗憾,还想灭灭他们的气焰呢。 钻了,略先教育了他们,估计短时间内他们会心有精据,希望能老是本分一阵。 但如果非要不识好歹,那以后咱们再算账。 嗯,横穿孙家的建筑群时,他觉察到一丝一长,一座古建筑中,神秘英子比其他财阀的庙语道观都要浓郁。 不是佛寺,不是道观,而是一座神词,供奉的是谁? 民间传说中的东西嘛,妖神,天神,这地方很古怪,王轩觉得,这里的神秘英子过于浓郁了,他心中有所怀疑,不敢久留。 他催动按金色泽的小舟,直接冲上高空。 王轩坐在非洲中,瞬间精神出窍,以精神天眼看向神词,一寸一寸的寻觅,想看个透彻语究竟。 终于,他有所发现了,在一座神像内部,神秘英子蒸腾,那里面不只是一块骨,它竟长出了血肉,外部覆盖着碱一样的光芒,整体有旺盛的生机。 以真骨为基,要重塑出肉身吗?有一道虚影在当中沉眠,如果不是王轩有精神天眼,绝对发现不了这种秘密,他驾驭非洲,急速远去,消失在天边。 尊家的密库被人视作自己的地盘,果然有主了。 王轩神色凝重,各种怪物都出来了,猎仙,机械人,未明的神奇,这时到似乎要乱了。 第253章,剑先死了,非洲远去,形成一层光幕,尽管外面风声呼呼,但内部十分宁静,王轩第一次催动这种宝物横步高空,有种新奇感。 他在仔细感应,万一超物质耗尽,非洲坠空,那了子就大了,他会被活活摔死。 现在他在评估,非洲究竟可以远行多少里,为以后的战斗与逃亡积累经验。 目前来看,他比较满意,难怪上次需要分很多次为非洲注入超物质,他像是个无底洞般。 没有必要再浪费超物质了,他确定,非洲补充一次超物质后,能飞行很久。 这时,隐身服要失效了,被人看到这样一艘非洲在高空中远行,万一被战舰击落那就悲剧了。 吃了服一去,王轩远离康明城,没入数百里外的山林中,就此失去踪影。 外界,一片热议,超级财阀孙家遭受攻击,建筑物被摧毁大片,人员死了数十人,绝对是大新闻。 进攻孙家大本营,谁这么生猛,有点逆天啊。 各大平台上,人们一轮纷纷,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超级财阀本部被人杀的人养马翻,多少年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该不会事件先出手了吧,孙家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引发他这么大的怒火。 第一时间就有人想到王轩,没办法,他与孙家对抗得最激烈,上一次双方可是杀出了真火,彼此不可能善了。 目前通过一些监控设备来看,疑似不是王轩出手。 有人开口,今天孙家附近超凡物质太浓郁了,各种探测器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大面积的损坏。 只有很远的地方,那些探测器才能有效捕捉到部分画面。 有一个血色身影与一个机械人大战,杀入地下了,然后孙家那里各种事件频频爆发。 孙家被教育了,不过,那道血影到底是什么怪物,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催枯拉朽。 外界,无法平静,各方议论纷纷,现在大战还没有结束呢,周冲与五号机械人在地底激斗,场面一度失控,冲出地表时将一座商场都打穿了。 这波及到了普通人,现场很多人受伤,甚至死亡,留下大片的血迹,他们却依旧没有罢手的意思,而后又沉入地下。 这就有些恐怖了,在城市中开战,丝毫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引发巨大波澜。 还好,这次周冲与五号机械人进入地下后,很久都没有上来,看样子在现时有可能就要分出生死了。 那个机械人很特别,你们看到了吗?他能对抗超凡者,竟同样在施展法术,还会变形。 五号机械人曾冲出地表,化成一艘微型战舰,火力全开,将周冲轰碎,让他遭受重创。 但五号机械人却很不满意,他只能解锁到二级状态,各种能量物质匮乏,如果是当年,他能捕捉非常强大的先天神魔。 周冲更是愤懑,他如果在全胜状态,觉得自己动用超凡规则,能抹杀成片的超凡机械怪物。 地下,两人沿着大溶洞杀到了暗河附近。 你有生命意识,周冲又惊又怒,他觉得这个机械人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科技物品。 万物皆有灵,各自都在渡,略先落伍了。 五号机械人居然一副深沉的样子,他的一条机械手臂被扯断了,能量火花四溅,但他重新对接后,机械手臂融化,那种金属像是有生命。 如如而动,彼此粘合,生长,很快又恢复了。 周冲心头沉重,这种金属怪物实在难缠。 外界,财阀了解的更多,一些大组织的高层人物神色凝重,尤其是忠家与秦家,作为超级财阀,他们也有母舰,猜测到了五号机械人的来历。 7日,月球上挖出五艘母舰,成就了如今的五个超级大势力。 他们第一时间与孙家高层通话,得惜孙家确实被逼重启了母舰,然后有了这样一个神秘机械人走出。 你们看到了吧,超凡者一旦作乱,会出现多么大的祸端? 所有大组织都应该联手,尊家语气沉重,高层不断与各大财阀通话。 其他大势力都在认真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敌人是谁,为什么会这样? 尊家一时间有些沉默,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知道得罪了大幕后的声明,毁了一位绝世强者回归的通道。 康宁城地下,五号机械人又变身了,化为冰冷的金属炮,尽管他能量不足,半轰的一声,打出的能量光束依旧十分恐怖。 康宗的血影子炸开后,部分血液湮灭,消散,没有能回归。 他在线的血影模糊了不少,他的脸色阴沉无比,不得已催动真骨,消耗他的仙道本源,施展超凡规则。 咔嚓,不远处,五号机械人被撕裂成四片,但是并未毁灭,他再次融化,重足几身,这次化成了一头机械暴龙。 轰,他快如闪电斑铺了过去,甘愿再次被超凡规则扫中,断裂为两劫,能量炮也在此时轰中了对方,将那块针骨打了出来。 断落下来的暴龙头,一口咬住了周冲当年度劫后留在现实的唯一针骨。 咔嚓,五号机械人像是在进行死亡翻滚,要毁灭仙谷。 周冲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机械怪物了,一会充满科技感,一会儿又成为超凡者, 一会儿又如同原始的蛮荒巨兽,无所不用其极,现在都冻嘴咬了。 刺目的光芒爆发,金属暴龙的嘴里有能量光束绽放,打中那块骨,隐约间发出一声脆响。 周冲的真骨原本就有裂痕,是当年的天节留下的,现在有一道裂痕变大了。 这次五号机械人真的重创了他,周冲的各种手段也都落在对方身上,超凡规则绽放, 碰的一声,五号机械人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 他没有一点喜悦之色,看着仙谷上扩大的裂痕,整块真骨差点断裂, 这可是他留在现实的活性本源,需要慢慢去培养,去壮大, 从而再速真身,可却在这里消耗了一部分。 活性本源是他的命,这样失去一些,比元气大伤还恐怖。 就在他催动飞剑,想将地上的金属碎块彻底绞成鸡粉时, 它们急速冲向一起,融化了,而后变成一头金属豹子,逃走了。 五号机械人觉得,二级解锁状态,真不是这个神魔的对手, 对方渐渐摸清了他的各种手段。 周冲脸色变了,都这样了,对方还能重组身体。 他再次动用超凡规则,他含声道,找到你类似精神的光团了。 五号机械人很特别,体内有类似精神体般的物质,分成多份, 在不同的部位都有,很隐蔽。 诗,超凡规则飞出去,接连洞穿那样的光团三处。 不过,技术猎豹没有停下脚步,如同闪电般迅疾,冲出地表, 朝着康宁城外的母舰基地逃去。 周冲追杀,但当初成他就获得止步了,感受到了前方有些不妥, 立刻转身,回归孙家那里。 然后,他就傻眼了,斩神奇呢?时间不是很长,谁摘走了? 他有些不敢相信,然后,他低头看向银色大钟, 道,你还有一魂一魄在外界,是不是你干的? 鬼先生喊冤,明确告知,他的一魂一魄必或在远方, 躲在玉关中,根本不敢轻易临近这里。 万一我无法恋化神中,死在这里,那一魂一魄还有复生的希望,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打更危险的斩神奇的主意? 袁洪呢,周冲看到了地上的宝镜碎片,心神下去了, 他意识到,他离开的这段时间,这里出了变故。 他的血色身影颤抖,眼神森冷, 那可是上古时代消失的斩神奇啊, 好不容易再次出事,他就这样错过。 他走入孙家,察觉金色竹简也不见了, 他一个亮枪,有种想吐血的冲动。 然后,他时身体就是一阵冰冷, 他以为自己是最早从大幕后回归的生灵, 现在看来,应该还有更早的人,没准不止一个。 他看出了两座密库中的不妥,没敢踏足进去。 他让自己尽心,这次他得到锁魂中, 其实也属于上古传说中的神物了, 即便不敌斩神奇也差不了多少。 当想到这些,他心中好受了许多, 他无声地在孙家出眉,想要补刀,将这个家族灭掉。 他曾对大幕中的爵士强者启示, 三天内解决这群凡人, 而后再去想办法重新构建通道。 当来到那座神祠后,周冲心筋肉跳。 他的真骨就在身上,对神秘因子, 对羽化登仙的生灵最为敏感, 感应到了神像中的真骨, 然后更是发现对方生出了血肉, 处在沉眠中。 一时间,他含毛倒数, 这里果然有主了, 该不会是一位爵士强者付出惨烈代价, 提前偷渡回来了吧。 他手持锁魂中, 面色阴沉不定, 大幕后的仙界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平和, 连绵征战, 要不要趁此人沉眠, 淡掉对方。 但最后他怂了, 无声地退出了出此地, 他怕惹出一个大老极强者。 他自然一眼看出对方的意图, 占据孙家密库, 接收所有宝物, 将这里演化为道场。 若是三年后神话彻底腐朽, 略先坠落后再也无法崛起, 那么对方也不用太担心, 早已提前布局, 入主了一个财阀, 不至于成为凡人后果的淒淒惨惨, 依旧可以呼风唤雨。 周冲叹息, 两千多年过去了, 沧海桑田, 人间变了样, 连凡人都能重创列仙了, 这是他想不到也接受不了的事。 在他那个时代, 一个超凡者下场的话, 可以改朝换代。 在这个新时代, 三日内, 他都经历了什么? 先是在原池山被战舰轰击, 毁掉了通道, 今天在这里又被一个机械人多次打爆血色身影。 这人间换了天啊, 他轻叹, 觉得要折服一段时间, 养伤, 并去熟悉与适应新兴现有的一切。 东, 一道恐怖的光束从天外落下, 打在他的身上, 让他惊怒。 虽然他走神了, 但也有其他因素, 有同从层次的声明在针对他。 高空中, 5号机械人坐在孙家的战舰中, 亲自指挥, 空杀周冲。 周冲的针骨咔嚓一声, 断裂了, 血液溅起, 他怒吼, 带着被震的嗡嗡作响锁魂中, 沉入地下。 他以土盾逃走了, 周冲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狼狈的一天, 违规人世间后, 竟是如此的惨烈与屈辱, 还有比他更凄惨的语化之人吗? 康明城平静了, 但是外界却一片嘈杂声, 激起巨大的波澜。 即便孙家想隐瞒, 也根本瞒不住, 各方逼问, 再加上有些人推言与揭秘等, 人们解析出很多真相。 袁池山有个超凡者的聚会, 孙家想要一窝端, 以战舰攻击, 学习所有人, 结果捅了马蜂窝。 这当中自然少不了阿贡财团的格兰特坚实真相, 他悲痛欲绝, 常对人说, 他做梦都会听到克利斯汀的哭诉, 死得很凄惨。 有超凡者在报复孙家, 但不是王轩。 剑仙呢, 他该不会死在袁池山了吧? 被孙家的战舰轰杀了。 一连很多天, 袁池山事件不断发酵, 有人关注的是学影到底有多强, 有人在推测那个机械人的来历, 也有人在谈论王轩的生死。 王轩该不会真的被孙家干掉了吧? 有熟人担忧, 一连很多天, 王轩都不见踪影, 连有关于他的点滴信息, 连忠诚、忠云等人都心头沉重了。 林教授, 秦成更是不断给各方打电话, 想要找到王轩, 很是忧虑, 怕他出意外。 难道王轩真出事儿了? 连观林都在皱眉, 老陈摇头, 很有信心, 根本不认为他会死, 但还是开口道, 如果这小子命短, 真出了意外, 那以后我儿子就叫陈轩。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 王轩始终没有出现, 许多熟人都心中没底了, 至于其他人更是觉得, 见先死了。 王轩折服山林中, 他觉得不被人打扰, 没有财阀监控, 这样的修行很纯粹, 难得摆脱了孙家等人的目光, 他在安静地修行。 这段日子, 他主要在研究金色竹简, 参悟这部至高经文, 一切都是为了定路。 此外, 他也在缓慢地计练斩神奇, 这东西太恐怖了, 只能用时间去熬, 小心翼翼地接触他。 在王轩消失的两个月, 外界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关于超凡的议论不再稀奇, 甚至有人提及了 列仙的各种传说等。 财阀中有些高层人物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因为家中时有一场之事发生, 比如有骨气复苏, 另外有人在托梦。 超凡在接近现实, 神话仿佛要归来, 就数领域以正统自居的那个家族, 在古代时曾有数人成仙, 如今这个家族越发地活跃了, 似乎有什么事正在发生。 此外, 新年消失不见的几个旧树世家, 也都冒头了, 有人走出。 那群人被隔绝在超凡星球上很多年, 而今超物质正在退潮, 或许能将他们接回来了。 财阀中, 也有人在这样商议, 一切都如王轩所料的那样,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 各种牛鬼蛇神似乎都在冒出, 惺惺越发地不宁静了。 第254章又一条秘路, 山林中, 一座简陋的茅屋, 伴着腾罗清泉, 离一个沉静的湖泊也不是很远, 这片地带清明又近。 茅屋外有青石桌岸和石墩, 有高大的金线银叶柜花树, 清香酿逸, 让人安神。 这是一份难得的初世体验, 王轩远离城市的喧嚣, 也没有野外凶兽怪物的侵扰, 暂时脱离红尘, 略金色竹简, 思考未来之路。 两个月以来, 即便是在超物质枯竭的心心上, 他的实力也提升了。 迷雾, 超凡第一个小境界, 初次踏进来, 精神所见, 血肉中一片幽暗, 到处都是大雾。 王轩在思存修行之路, 讲来当年第一个踏进这个领域的人, 一定很迷惘与彷徨, 心神内视自我时, 困在血肉中的迷雾间, 看不清接下来的路。 为了更好的物法, 走通未来的路, 他将自己带入漫长岁月前初代超凡者的心境思绪中, 从头开始。 燃灯, 以强大的意志撕开迷雾, 积淀了足够的精神能量, 渐渐看清前路, 挣脱心灵牢笼的束缚。 王轩觉得,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初代超凡者或许很多人终生都没有走出血肉中的迷雾领域。 淬炼精神领域, 如灯悬挂, 照亮长生的夜空, 他认为, 当年有人树立这种信念, 指明了大方向, 非常了不起, 或许根本不是一代人的努力。 以精神之光, 照亮万古寂静的超凡夜空, 踏出长生之路。 王轩在青石桌岸上刻写, 他颇有感触, 是想, 在那个如毛隐穴的年代, 在与各种野兽怪物禁逐的恶劣环境下, 能有这种觉悟的早期人类, 实在了不得。 树立这种信念的人, 如果还活着, 依旧走在探索超凡的路上, 我想他或者他, 一定绝世强大了。 这种人若是活到现实来, 没有理由不强大。 两个月的修行, 参悟金色竹简, 对照石板经文, 王轩实力精进, 他已经来到了燃灯境界的尽头。 燃灯, 精神之光照亮前路, 他已经看到了命途领域, 踏足那的境界指日可待。 命途, 万法之使, 超凡立足之地, 无论是先秦方式还是到家都无比重视这里, 他可以养命, 也是超凡生命运养生机的原始之地。 所谓命途, 在血肉脏腑间根本找不到他相对应的有形之地, 可他又真实存在, 当然当走到尽头后, 更近一步, 就能立足在命途中。 如果超凡消退, 会是从命途的腐朽开始吗? 万法之使崩塌, 养命之所, 超凡原初之地, 无比重要。 王轩起身, 眼前草木清新, 环境优美, 像是室外净土, 可惜缺少超物质。 前段时间, 他常去各家的庙宇, 道观中汲取神秘因子, 血肉中层近乎宝盒。 此外, 无论是非洲, 还是黄澄澄的葫芦中, 也都存储了大量的神秘因子。 但两个月的修行, 参舞经文, 支撑他到现在, 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他阅读金色竹简, 对照石板经文, 就是想找到一条路, 想在超凡物质枯竭后, 也能走下去。 可是现在, 他撕存着, 觉得太艰难了。 如果三年后, 超凡消散, 现实纠错, 一切回归到原本的正常轨迹, 没有了神话存在的土壤, 即便他生物质高经文, 似乎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局面。 内景地会是最后的出路吗? 王轩皱眉, 目前来看, 略先哪个没有开辟出国内景地, 现在有些真骨就在汲取内景地复苏呢, 在速血肉。 但他觉得, 时间一到, 那些内景地会关闭, 到时候再也接引不来神秘物质, 不然的话略先也不会对未来无奈, 甚至绝望。 不过, 王轩与他的内景地有些不同, 他在凡人时期, 就能够开启, 不用借助超凡之力就能进去。 但愿三年后, 我这个与众不同的内景地还能用, 从那位知之地接引来神秘因子。 王轩熙记着, 这或许是他未来保住超凡力量的根本所在。 不过, 他也不能全部寄望于他, 万一他的内景地到时候也大门紧锁, 或者里面同样枯竭了呢? 他应该做好各种准备, 争取再找到一两个立足点。 最近这段日子, 他诵读方式的至高经文, 感觉就一个自然。 在那个时代, 绝顶强大的方式, 动辄就捕捉圣兽, 神秦等, 不只是为了拉车, 讲究排场, 也是为了修行。 在如今这个时代, 即便悟通尖色的金色竹简, 也很难再复制那样的路。 那些顶级方式是怎么修行的, 他们采摘天药, 捕捉圣兽熬练出精华, 以圣学洗礼肉身等。 那个年代, 真的让人羡慕啊, 木华天宝, 各种奇物到处可见, 虽然竞逐激烈, 但也是一个物产丰富的超凡圣事啊。 27块金色竹简上, 有最强绝的根法, 涉及到至高的精神领域, 也有一些真型徒, 配合着最为金色难懂的体术姿势。 同时, 这些都有备注, 有时需要用到天药, 胜受血来洗礼精神和肉身。 在这个时代, 还怎么让人去练, 不过, 也未必不能练, 上面有些话意味深长, 如果足够自信, 也可以内采神华。 千秦方式的路, 从肉身到精神, 很粗犷, 是大方向的整体提升。 金丹大道, 融合精气神, 积聚全身精华于一处, 养一粒金丹, 从一点破局, 从这一天开始, 他也在阅读五色金丹本经, 更在诵读佛门祖庭的不传之秘, 是家真经。 王轩沉浸在修行的世界中, 对照各种经文, 每日都有所得, 这些经文涉及到了方式道教, 佛门等。 那是什么, 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条秘路。 半个月后, 王轩的精神如灯悬挂夜空, 类似自我, 在身体中探索时, 意外发现了迷雾中的一角模糊的景物。 到了燃灯境界后, 驱散了血肉中的迷雾, 但也是相对的, 那块未能踏足的命土, 依旧有迷雾蒸腾, 缭绕着。 王轩的精神意识向前逼近, 虽然还无法踏足命土上, 没有进入这个境界, 但是却立足在了他冒出的大雾中。 他沿着这丝丝缕缕的雾气, 不断向前走去, 逼近一片模糊的地带。 迷雾像是构建了一条路, 鸟鸟挪挪, 睁腾向前, 他不断向前走, 渐渐地, 他看到了远方的景物。 那是一片十分荒凉的地带, 像是很多年没有人来到过这里了, 很远的前方, 路边有一站, 在昏暗中, 有灯笼悬挂, 但几乎都熄灭了。 像是很久远时代的风格, 一站残破, 部分房屋倒塌, 只有一盏灯笼还亮着, 散发明灭不定的火光。 王轩的精神能量, 像是一盏灯在燃烧, 他接近驿站后, 发现挂着的那盏灯笼 变得明亮了一些。 这像是属于他的驿站, 他的路, 他燃灯照亮了这里, 让那盏灯笼开始变得光芒融合起来。 他很早以前就知道, 有多条密路, 如内井密路, 天药密路, 是地密路。 此外, 还有一条, 其他人看不到, 但却真实存在的密路, 只有发现这个领域的人自己能走在上面。 群路, 王轩向前眺望, 地平线尽头一片漆黑, 模糊间, 像是有一个村镇, 各家各户都没有灯火, 静悄悄, 甚至有些压抑。 他皱着眉头, 没有向前走去, 而是探索较近的那出驿站, 这里没有什么人, 有着前人使用过的痕迹。 未曾倒塌的厨房, 居然带着淡淡的清香, 在锅中有枯竭的奇药残留, 这是修行者留下的。 王轩金仪, 深感古怪, 这条路让人不解, 有些摸不清头脑, 像是真有这样的实地, 他的精神误闯了进来。 这不是凡人的驿站, 像是超凡者赶路的西角之地, 连食物都不是凡品。 随后, 他发现一个酒葫芦, 拔开塞子, 这么多年过去, 里面依旧有酒香, 有少许晶莹的液体。 这, 他露出异色, 酒香飘样, 居然让他神清气爽, 精神力有些凝炼了。 他想了想, 向嘴里道去, 他现在是精神意识状态, 没有嫌弃。 只有3D粘稠的酒浆落下, 闪烁着淡金光泽, 落入他的嘴里后, 快速化作能量。 瞬间, 他的精神意识像是着火了, 直接明亮起来, 他不断地轻颤, 一阵晕呼呼, 感觉像是要羽化灯仙了般。 他的精神力居然在快速提升, 直接增长了十分之一左右。 这让王轩出神, 呆立在这座古代厨房中, 残破的倒塌了部分房屋的驿站中, 遗留的酒葫芦, 三滴酒浆而已, 就有这么惊人的效果。 王轩心潮起伏, 思绪万千, 他究竟来到了什么地方, 这是怎样的一条路? 天药, 内景, 湿地, 巡路, 都是救赎的精华所在, 属于大道密路, 我这次踏上了巡路之旅, 来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这还只是一处驿站而已, 就有了这样的收获, 前方应该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地带。 王轩在这里寻找, 唯有其他有价值的发现了。 他以精神天眼眺望前方, 除去那个死气沉沉的村镇外, 大地的尽头像是有朦胧的光, 有灯火, 有巨大的城池。 他忍不住向前走去, 在他的身后, 一站多了几缕生气, 然后悬挂的灯笼都先后亮了起来。 王轩接近那座漆黑的村镇, 想要在这里寻觅, 更想通过这里, 接近地平线尽头的光明地带。 忽然, 他迅速抬头, 漆黑的夜空中, 没有繁星, 没有月光, 这时有东西落下, 那是一张又一张枯黄的纸。 他忍不住伸手去接, 突然发现, 这个月马上就要过去了, 大家如果有月票还没有投出的别忘了。 第255章 神秘世界, 漆黑的夜空, 无声无息飘落下来枯黄的纸, 似有危险与让人不安的因素在接近。 王轩接在手中, 竟是纸钱, 烧给死人的东西, 他皱眉, 翻过来掉过去的看又了又看。 自漆黑的夜空中落下纸钱, 有些被烧掉了半截, 有些很完整, 纸张成就, 像是有些年头了。 王轩抬头, 看向没有星月的天空中, 又看向前方的村镇, 突兀出现的纸张有些古怪, 他不禁皱眉。 村镇中死气沉沉, 黑乎乎一片, 没有一家是亮着灯火的, 寂静的让人不安。 王轩略微驻足后, 再次向前走去, 接近村镇, 他看到的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太荒凉了, 没有一丝人气。 这片地方格外的阴冷, 给人不是多么舒服的感觉。 建筑物破旧, 有些已经坍塌, 这是很古老时代的风格。 街道上空空荡荡, 过去似乎很繁华, 轻石板铺地, 十四路口等地被踩得略微凹陷下去一些。 王轩走过大街, 又望向黑洞洞的小巷, 开启精神天眼, 仔细的凝视, 最后没忍住, 走进街边一个大门腐烂坏掉的院子中。 房屋的门也轻塌了, 王轩进屋, 但是又马上退了出来, 屋里有几具尸体, 没有腐烂, 但干枯了, 最起码存在数百年以上了。 此拉, 它使精神体, 散发着的超物质触及几具尸体后, 它们瞬间瓦解, 如同烟尘般消散不见。 就这样没了, 什么状况, 王轩看了又看, 这些死尸属于精神残留物, 并非真正的古代尸骸。 他出入在村镇中, 进了很多房屋, 大多都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 偶尔见到一些干枯的尸体也会刹那消散。 死气沉沉的世界, 千百年前就什么都没有了, 人都死绝了, 我到底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王轩想穿过漆黑的村镇, 走向大地尽头的光明地带, 看一看那里究竟有什么。 突然, 他有种惊悚感, 猛地回头, 看到街道拐角有一个人面怪物, 黑毛乍立着, 向他扑来。 速度太快了, 那白惨惨的人面, 浑身的黑毛, 猫一样的身体, 嘴角带着血迹, 有些惊悚, 已经到了境前。 王轩凌空一脚扫了出去, 脚掌绽放雷霆, 照亮黑暗的夜空, 此际的村镇中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那只人面大猫缩着身子, 快速倒退, 半张人面焦黑变形, 这是个超凡生物, 究竟是精神体还是肉身状态? 连王轩都有些皱眉了, 他似乎介于两者之间。 事实上, 这个世界都让他有些怀疑, 是纯粹的精神抑郁吗? 还是有形的真实世界, 他凌空横度, 双手结印, 快速变化, 动用了世家真经中的秘法, 刹那间佛光普照, 神圣金灰横扫这片地带。 黑色的人面大猫长豪, 像是厉鬼在哭泣, 在嘶吼。 被金光扫中后, 他满身黑毛疯狂暴涨, 冒出黑雾, 在奋力对抗, 但最后他还是爆开了, 血雨黑雾同时弥漫, 最终整体消散。 整片街道都安静了, 村镇中没有了声息, 王轩默默感应这里的一切, 在无声灵。 他向前走去, 离开了村镇, 很快他又看到了漆黑的夜空中飘落下大片的枯黄纸张, 很有历史年代感。 这些纸钱是谁烧的, 从天外坠落吗? 他现在是精神体状态, 飘浮而起, 向着夜空深处飞去, 越来越快, 急速而行。 但他除了感受到冰冷刺骨的深空寒意外, 像是永远无法接触到终点, 纸钱依旧在不时地洒落。 他有些不安, 止住了身形, 然后果断延远路返回, 向着死气沉沉的地面落去。 在途中, 他眺望地平线尽头, 朦胧的光运覆盖, 那里似乎真的有一座巨大的城池。 古代风格的巨城吗? 如果是正常的精神感知, 自然无法洞悉, 但他有精神天眼, 可以捕捉到模糊的景物。 王轩再次上路, 并加快了速度, 沿着死寂的大地一路几池, 贴着地面飞行。 尊草不生, 生机俱灭, 他在沿途看到了一些药田, 也看到了一些特殊的古物地, 像是古书中所记载的超凡田地, 但都荒芜了。 这个世界有些可怕, 大片地带没有光, 没有生机, 曾经很繁华, 但莫名哭泣了。 当王轩加快速度后, 那片光明地带不是很遥远了, 他正在逼近。 途中, 他看到很多荒芜的村庄, 都被废弃了, 不久后他更是看到了大片的坟头。 大地上太荒凉了, 什么生机都没有, 总算接近光明区域, 一座大城在望, 灰红而壮阔, 隐约间可见到城墙上有士兵, 穿着古代的甲昼。 突然, 王轩凛然, 他看到了几道黑影, 从一片荒芬区域走出, 对方一正, 也发现了他。 什么人, 一个中年男子喝道, 他是精神体状态, 王轩自然能听懂, 也能与他对话, 自然而平静地开口, 和你们一样的人。 那几人面面相去, 有人披着重甲, 有人穿着黑金战衣, 都是可以保护精神体的甲昼。 相对而言, 王轩寒酸多了, 身上只有简单的几块暗红色金属甲昼, 保护要害等。 这是他在孙家打爆袁红后, 从地上捡到的破碎灵魂甲昼。 规矩懂吧, 不管什么来历, 个子都不要多问, 交易完个本东西。 王轩文言, 镇定地点了点头, 今夜的经历太古怪了, 他只能以不变硬万变。 他走了过去, 发现荒凉的坟地深处, 并不平静, 能有数十上百人, 都在摆地摊, 有各种物品。 不周山上的特产, 火熔草一份, 可助长火道修为。 有人在叫卖, 背靠着一个大坟头也不嫌弃。 在他面前铺着一张破烂的兽皮, 上面摆着一株火红发光的药草, 巴掌肠, 叶片鲜红, 像是在焚烧。 真的假的, 那边的路都断绝了, 最近又有人登上了不周山。 顿时一群人围了上去, 颇敢吃惊, 王轩面皮略微颤动了一下, 他到底来到了怎样的一个世界。 不周山的物产都有, 他不动声色, 也跟着凑过去看了又看。 九夜虎枝一株, 染过白虎雪, 七夜金莲一朵, 染过胶雪。 两药同时服食, 龙虎相合, 采大药余生, 顷刻间就能提升两三个小境界。 不远处有人叫卖, 地上摆着两株染雪的药。 王轩亚裔, 这地方还真是什么都有, 风格有点像就图很早以前的文物市场, 半夜才开张的鬼市。 是家道场, 临山脚下挖出的好东西, 虽然是残气, 但大概率是一宝, 修复后威能滔天, 佛光普照。 又有人喊道, 他坐在一座坟头前, 地上铺着个毯子, 上面摆着一个响魔杵, 像是黄铜铸成, 残缺了部分。 顿时一群人围了上去, 纷纷上手, 仔细地检查与掂量, 大部分人都点头, 认为是临山的东西。 王轩脸色目然, 边走边看, 这件鬼的地方真是什么都有, 怎么什么地方的东西都能逃换来。 一块残缺的藏宝图, 据说, 关乎着养生炉最终的去向, 感兴趣的素来。 两座大坟之间, 有个老者在叫卖, 席子上放着一张残破不堪的兽皮图, 却失了大半, 古一盎然, 看样子有千百年的历史了。 奈何, 没人感兴趣, 一个上前的都没有。 有人低估, 略先都为之打生打死, 还明前几位的盖带强者都有人战死, 这炉子是一般人能拥有的吗? 这破藏宝图有什么用? 而且多半也是假的, 路过的人都点头, 就连王轩也觉得, 好有道理, 不动神色地离去。 天雷火一到, 天结劈大腰, 残留在地面上的一团火, 有感兴趣的倒有吗? 可熔炼进火到宝物中, 稀释真火啊。 许多人都感兴趣, 围了上去, 但是这东西价格太贵, 众人纷纷摇头。 王轩也凑了过去, 他觉得这道火光多半可以融入自己的古灯中, 能提升他的威力, 奈何他身无分文。 对方需要以太阳金或者命银交换, 王轩是精神体状态, 身上哪里有这些东西? 来自瑶池的盘桃干, 稀释神药,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这种叫卖声让人怀疑人生, 连瑶池的天药都有的卖。 事实上, 这种喊声还真吸引人, 包括王轩在内, 一大群人都围了上去。 怎么可能是盘桃肉干? 那可是顶级天药, 多少年了, 还有人可以接近雷光中的盘桃源了, 更不要说采药了。 各位, 你们误会了, 我没说这是桃肉干, 这是一小块树皮, 晾晒成干了, 大概率是从盘桃源坠落出来的。 那个人解释, 众人无语, 在坟头前的地面上, 有块婴儿拳头大的树皮, 黑乎乎, 卖香太差进耳了。 轰, 突然, 惊人的杀气爆发, 一群穿着银色甲皱的人突兀的出现, 从一艘可以隐身与遮住超凡气息的非洲上跳下来, 突然杀至, 不蹲在原地, 不准乱动, 否则格杀勿论, 一个身穿银色甲皱的男子喝道, 千兵来了, 谁告得密, 很长时间没开坟场黑市了, 至于这么损吗? 有人怒道, 但许多人确实不敢动了, 将在原地, 不少物品都被收缴走了。 你们这是抢劫, 爷爷不服, 杀了你们。 突然, 有人大喝, 轰了一声, 动手寄出一方大印, 突兀的将非洲砸碎了, 并让许多银甲人炸开, 血淋淋。 居然有一位通缉绑上的大妖, 拿下他。 银甲人中的头领寒声道, 当先冲了过去。 逃啊, 有人喊道, 然后坟场中交易的人全部躁动, 一窝蜂地跑了, 这里面有人也有妖, 实力参差不起。 王轩也果断跑路, 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万一落在这些人手里, 他的来历可能会惹出祸患。 他随波逐流, 跟着大部队逃, 然后, 在进入黑暗区域看不到追兵后, 果断独自跑路, 沿着原路逃。 他不想待下去了, 想回归现实世界中, 老哥你追着我干什么? 不久后, 王轩警醒, 那个将树皮当成盘桃干脉的老头子, 居然追着他跑了下来。 老者甘笑, 道, 后面有几人正在追杀我呢? 咱们大伙逃命吧。 王轩看到, 有五个身穿银色甲皱低士兵一路追杀了下来, 似乎不想放过这个老头子。 你那盘桃树皮是脏物, 放下, 束手就擒, 后方身穿银色甲皱低士兵喊道, 目光很凶。 王轩立刻知道了, 但凡身上有宝物的人都被重点盯上了。 不过, 让王轩长出一口气的是, 这些士兵虽然都是超凡者, 但也没有达到逍遥游的层次。 那五人快速奔跑, 追杀下来, 老者面色一冷, 突然出手, 一团光将王轩覆盖, 而后将他向后砸去。 王轩变色变了, 该死的老家伙, 拿他挡枪呢。 他在半空中一跃, 佛光普照, 挣脱了束缚, 但那几名士兵也到了, 其中一人一掌踢来, 雷霆绽放。 东, 王轩和他对了一掌, 身体矩阵, 魂光剧烈摇晃, 有些不稳, 他借时到飞了出去, 再次逃走。 他确定, 对方高了他好几个小境界, 不能被他们围住。 人世间这个大境界分了多个小境界, 迷雾, 燃灯, 宁土, 采药之后, 还有小境界, 并非直接跨入逍遥层次。 只不过前四个小境界适用于各个体系, 所以被老陈单独拎出来说。 王轩知道, 这些人都高于采药境界, 前方那个老者最强。 他换了一个方位, 贴着地面横度长空, 再次飞逃。 让他恼火的是, 那个老者又跟过来了, 又想让他挡刀, 当替死鬼。 王轩眼神微冷, 他动用金色竹简上的某种体数, 顿时有金色光于点点, 他的速度开始暴涨, 化成一道流光远去。 然而, 老者身上有宝物, 也能提速, 一路跟着他, 那五名士兵身上的甲轴发光, 有光翼伸展出来。 王轩虽然速度更快, 但也没有彻底摆脱他们。 你别得寸进尺, 王轩回头, 瞪了老者一眼, 年轻人,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们一起逃命。 老者微笑, 一副很不要脸的样子, 王轩厌恶, 对方摆明是想拉他垫背。 然后他就一语不发了, 决定回归现实世界中, 如果这些人跟着出去, 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们做人。 喂, 年轻人你逃错方向了, 这是绝路, 通向无尽黑暗, 会迷失的。 老者喊话, 王轩不搭理他, 一路贴着地面飞行, 沿沿路返回。 老者发狠, 跟了下来, 五名身穿银色甲咒低势兵在后追杀, 也未止步。 王轩看到了驿站, 见到了发出柔和光芒的灯笼, 指引着他的归途, 远处由迷雾构建的路, 在那里隐约可见。 天啊, 我似乎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 有人开启了一条路。 老者震撼, 而后激动地叫出声来, 五名身穿银色甲咒的男子看到了迷雾组成的路, 也都震惊了, 而后狂追过来, 似乎异常激动。 王轩回归, 结果那几人也跟过来了, 居然都在焚烧魂体, 近乎发疯般的提速。 进入现实世界, 王轩觉得, 自己能断掉迷雾构建的道路了, 果断震散。 但这几人终究是跟了过来, 在迷雾路碎掉的刹那, 他们坠入现实中, 都是精神体。 哈哈,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老者在狂笑, 激动到发抖, 撞弱癫狂, 五名士兵震惊, 而后仰天咆哮, 看样子情绪起伏剧烈, 眼神散发着火热的光芒。 他们一起看向王轩, 王轩的肉身早已睁开眼睛, 正在冷漠地看着他们, 他轻轻挥动一杆巴掌大的金色小旗, 纹理交织, 光芒瞬息将那六人覆盖。 不, 老者胆寒, 脸色煞白, 恐惧地大叫出声。 五名身穿银色甲皱的男子毛骨悚然, 想要挣扎,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 六人第一时间炸开了, 被金色纹落绞杀, 化成飞灰, 这样的精神体在斩神奇面前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原地留下一些物件, 如黑乎乎的树皮, 银色的甲皱等。 第256章超凡回归, 王轩以精神天眼扫视, 确信六人都死了, 精神体化作灰烬。 这是从神秘世界追杀出来的生灵, 都超过了采药境界, 万一有人逃走, 可能会引发很大的祸端。 你们以为跟过来, 就可以在这边横行了。 王轩自语, 坐在青石桌案前, 摆弄金色的小旗。 这东西着实恐怖, 不愧是传说中的沙发宝物, 名不虚传, 它收了起来。 这是盘桃树的皮, 靠谱吗? 王轩盯着青石桌案上那块黑乎乎的东西。 它持在手中, 感觉很重, 放在鼻端闻了闻, 草木清香直达精神中, 它介于食物与能量之间, 有些古怪。 传说中, 韩桃源位于极其高等的精神世界中, 王轩以为不是食物, 现在看来猜测不算完全准确。 希望是天药的树皮, 王轩将它收进伏地碎片中, 如果真出自摇池, 即便是树皮, 估计也具备天药的部分药性, 等到了采药境界, 对它会有极大的好处。 老者还留下一副专门保护精神体的甲咒, 在古代时, 高等级的东西也叫做原神甲咒。 这东西是食物, 看着像是黄铜铸成, 但是入手很轻, 像是没有重量般。 在一些典籍中有记载, 这是一种特殊的蜜桶, 非常稀缺, 可以用来打造精神甲咒, 保护原神。 有意思, 王轩露出一色, 在那个世界, 无论是精神体, 还是食物都可以存在, 并非纯能量的虚空。 它仔细感应了一番, 蜜桶魂甲不凡, 除却防御外, 还能短暂地提升精神力量。 好东西啊, 它赞叹, 比它身上的破碎不全地暗红甲咒强波了。 最近它神游时, 可以说是衣不蔽体, 现在好了, 有了一件非常不错的衣物蜜桶稀有, 这所谓的甲咒其实只是马甲与大裤头, 它的手臂, 小腿, 头颅等依旧漏在外面。 王轩精神出窍, 想感受下蜜桶魂甲的好处, 刷的一声, 它远去了, 飞行速度提升了一截, 更快了, 此外离开肉身的距离更远了。 真不错, 王轩点头, 非常满意, 五个士兵留下的银色甲咒也是保护魂体的, 能展开光益, 但这种质事的东西比蜜桶魂甲要逊色一些。 当然, 这时相对而言, 其实这些也都是不错的超凡宝物。 一次巡鹿之旅, 王轩生活不小, 三滴酒将让他精神力提升了十分之一, 还有盘桃树皮, 精神甲咒等, 更是见证了一个神秘世界。 他心中有所猜测, 多去几次的话大概能够验证一些事。 燃灯, 巡鹿, 居然它如那样一个世界中, 王轩思存, 这次的经历其实很离奇, 它是怎么过去的? 在命土蒸腾出的迷雾中远行, 进入了一个世界。 难怪说命土是万法之使, 超凡立足之地, 一切从这里开始, 果然有其道理啊。 王轩感叹, 命土, 在它的体内, 但在脏腑与血肉中却找不到具体的位置。 它蒸腾出的迷雾, 在虚无中, 延伸向远方, 进入一个奇异的世界, 能从里面带出来精神体, 也能带出来真正的实物等。 这就有些不简单了, 王轩琢磨了很长时间, 但眼下他不能进去了, 撞枪口上就麻烦了, 现在需要避避风头。 他对那片世界有各种怀疑与猜测, 可惜, 这次没能走进光明地带, 莫名参与进了坟场黑市中。 其黑而死寂的村镇中没有超物质, 那座祥和的巨城以及他后面的世界中, 大概率有浓郁的超凡因子, 不然不足以支撑那些人修行。 王轩颇为期待, 有很强的探索欲望, 我这次真不算钓鱼, 是你们非要追杀我跟着出来。 王轩自语, 接下来的日子, 他平静地研究各种经文, 思考未来的路。 十日后, 他发现身上的超物质不多了, 王轩出神, 躲在森林中两个多月了, 不知道外界怎样了, 他有些怀念各家的道观, 寺院了。 所谓的三年过后, 超凡腐朽, 在三四个月前就在提及了, 严格计算的话, 时间还剩下两年多了。 王轩警醒, 要抓紧时间, 不能虚度光阴, 他怀疑, 在他离开的这两个多月, 外界或许发生了一些事, 各种牛鬼蛇神都渐渐冒头了。 他希望躲在水下, 折服在室外, 远观红尘乱象, 看个方表演, 无奈的是, 他现在缺少超物质了。 将近三个月, 外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 超凡在接近, 神话从历史传说中映照出 萌萌的影子。 有些财阀中, 发生了不可言说的变化, 在高层中, 有人变得很深沉, 有人露出异色, 有人带着隐忧。 一切都是因为, 他们的密库偶尔会闹出一些动静, 某些宝物在发光, 复苏, 自动清明, 出现一些诡异的变化。 当然, 最为让他们不安的是, 有核心人物在沉眠时, 被人找上门来, 与之短暂交流。 尊家, 最近很深沉, 没有轻举妄动, 他们部分成员搬进了母舰中居住, 隐约兼在期待着什么。 亲心上, 有些道观和千年古叉最近尤为灵验, 隐约兼散发淡淡物思, 令人忍不住想去礼敬, 奉上香火。 我昨夜也被托梦了, 那个人说是我们的祖先, 他要派人回来, 有人神色凝重地说道, 有人忧心忡忡, 再请专业人士咨询, 也有人很镇定, 暗中在接纳超凡, 进行了密谈, 哪怕是梦境中相会, 也无所畏惧。 近段时间, 各家神圣器物轰鸣, 古妙发光, 这些都不足为奇, 似有超凡之力在缭绕, 干预了现实世界。 老陈最近很忙, 作为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 顶级专家, 他被多家邀请, 去解决各种超凡问题。 比如某个财阀家中, 挂在墙壁上的古画, 深夜疑似有人走出, 有女子轻歌慢舞, 让人发毛。 老陈作为超凡专家, 被火肃请了过去, 进行勘察与解析。 环比如, 某个大组之内, 和新成员家中出现的新生儿, 过于早会, 显得很不正常, 也请老陈去看。 孙家最近顾不上针对他, 上次周冲杀入孙家, 将他们经得不轻, 现在正在积蓄力量, 与阿贡财团紧密合作, 研发新型战舰。 你说太爷爷到底醒没醒? 我怎么觉得他动过啊? 有天深夜我似乎看到他房间发光了。 忠诚咕弄, 最后, 他常看到, 可惜了老王, 被狗约的孙家炸死了, 不然的话, 可以让他来看看什么状况。 钟情清纯亮丽, 道, 王轩不见得死去了, 你看陈永杰, 没有急着找孙家报仇, 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清新到了九月份, 姐弟两人已经开学了, 他们还没有毕业, 但大半时间依旧在家中, 主要是有些不安。 可他消失快三个月了, 连孙家都确认他死了。 孙义晨上次聚会时, 喝多了后说漏嘴了, 冷笑着告诉我们, 王轩尸骨无存。 他又补充, 叹道, 老王, 我对不住你啊, 我还欠你一部经文呢, 下次我烧给你一部真正的写真集。 然后, 他就被钟情教育了, 最近以来, 皇家很活跃, 已就树正统自居, 传说在古代时, 家中曾出现过数位羽化登仙的人。 他们是秘传的家族, 的确留下了不少古物, 延续到这个时代, 近期有些东西复苏了, 让他们信心高涨。 甚至, 有神秘的声音出现, 和族中的老者对话。 祖先显盛, 即将回归, 一位老者难掩激动之色, 皇家祖词中, 有神秘物质弥漫, 有一场景象出现。 在祖词中修行, 效果好得出奇, 宛若回到了家族记载的古代超凡时期, 我, 要突破了。 皇家一些人震撼, 近期修行氛围浓烈, 都很努力。 说起来, 当年一大批强者跟着财阀进入深空, 一直没有回来, 疏为可惜。 近期, 听说有人在想办法, 想接引他们回归, 希望那些人还活着, 毕竟也有我们家的几位高手。 近期, 其他几个救赎世家也相仿, 都有些异常。 租成, 开元大学, 秦诚信心十足, 快要与皇家教导出的弟子对决了, 他认为根本不是事。 林教授, 我帮你出气, 他们当年在你胸膛上留下拳动, 我也不欺负人, 正常击败, 横扫他们就是了。 然后, 他又叹息, 道, 老王, 真死了吗? 希望他还活着。 过去的事就算了, 这次点到为止, 注意分寸。 林教授轻叹, 道, 希望王轩无恙, 超凡复苏, 这对他来说, 原本是难得的机会啊。 事实上, 不仅是熟人, 三个月过去了, 无论是密网, 还是各大平台上, 都有人不时提及王轩。 听说最近出现了各种灵异事件, 有人说神话在线了。 可是, 剑仙却死去了, 让人遗憾啊。 现在似乎有其他超凡者露出踪迹, 都在船, 一个大时带到了, 遗憾的是, 看不到剑仙的飞剑冲销了。 有人的确对王轩早是感觉惋惜, 但也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 想看到剑光撕裂机甲飞船的战斗。 三日后, 两艘飞船从深空中回归, 孙家带回来一部分人, 引发轰动。 各路财阀得息后, 都行动起来, 一些飞船与战舰起航, 进入深空。 同日, 有人言之凿凿, 说在深山中探险时看到狐仙, 有白狐化成丽人, 从一座遗迹中离开。 次日, 又有人声称, 在野外的大湖畔, 看到有人从湖底走了出来, 一闪而逝。 老陈听闻这些消息后, 叛道, 人间要变天。 第257章, 人间变了天, 陈永杰自然有压力, 这是猎仙要回归的节奏吗? 神话与现实交融, 将会产生一些猎严重问题。 没什么可怕的, 我一直在遗憾, 零有生在绚烂的古代超凡时期, 不能和那些传说中的人敬竹, 现在机会来了, 将与猎仙共处一世。 陈永杰说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 现实的超凡者可能会被拉拢, 也可能会被清除, 情况相当的复杂。 老陈在为自己树立信心, 不能畏惧, 我们回救土, 关林说道, 他想请钱安、 林启明等人亲自护送, 要想那样没人敢击落飞船。 陈永杰叹道, 我感觉救土的问题更严重, 估计会群魔乱舞, 许多神话传说都源自那边啊。 三个月了, 他与关林早就领证了。 王轩哪里去了, 该不会真的死了吧? 老陈皱眉, 连他也有些心中没底了。 他自语道, 你如果短命, 不幸死去, 我儿子就叫陈轩, 女儿叫陈轩。 接下来的几日, 陆续有些飞船从深空尽头回来, 秘密带回一些消失很久的人。 秘密是超凡星球, 东方的财阀探索多年了, 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地方, 被命名为福地。 很多年前, 超凡物质汹涌, 福地能量激增, 导致各种非常飞船与探测器都无法接近了, 一些强者失落在那里。 自那之后, 新兴的人只能放弃福地, 按照密帝白孔雀的说法, 这是神话将腐朽前的回光返照。 如今, 名为福地的生命星球, 超凡渐渐退潮, 飞船与救生仓等又可以接近了。 孙家一直在关注福地, 因为最近他们有些惨, 迫切想将困在福地的人接回来, 所以第一个行动。 当年, 孙家的探险队失落在那里一大批人。 这次他们成功了, 引发其他人效仿。 陈永杰听到消息后, 露出思寸之色, 有些熟悉的面孔浮现在他的心头, 确实有些很厉害的人消失很久了, 大概率落在了福地。 由于他一个时代的人, 也有老一辈的狠角色, 一走就是很多年, 再也没有出现。 不止如此, 还有他的大弟子魏丰, 也消失十几年了, 不知道是死了, 还是被困在福地。 我要闭关, 再命途领域积淀的足够了, 该考虑更进一步了, 不能浪费了身上的药土啊。 老陈自语, 他曾在地仙城的大墓前交换到一块药土, 看起来像是个玉石块, 但其实内部是天药的药性, 源自佛教的一位菩萨。 这东西自然最适合命土, 采药层次的超凡者, 自这一日开始, 老陈不再露面了。 天啊, 我在望月牙那片千年古贵花树林中遇先了。 一个绝美的女子, 嫣然一笑, 倾国倾城, 但是一转眼它就不见了。 各位, 我也遇到了灵异事件, 你们知道妖神岭吗? 原住民都不愿踏足的地方, 今天那里画出一道又一道雪色的闪电, 光雨洒落, 像是有什么生物出现了, 吓得我慌不择路地开悬空飞车逃回来了。 接下来的数日, 各地先后出现一些古怪事件, 越传越惊人, 引发各方注意, 连财阀都神色凝重了。 尊家的地下基地中, 五号机械人自从复苏后, 就再也没有沉眠。 此时, 他离开母舰, 走出地表, 站在一座高山上, 眺望太空, 在他的眼窝中出现各种神秘符号。 他捕捉到某种, 特殊频段的信号, 他在颤力, 在发抖, 身为一个机械人, 居然会有这种不该存在的情绪, 如果让人看到后一定会不解。 他的双目中, 映现出一组又一组神秘信息, 是他艰难接收到的, 然后他又快速向外发送消息。 宇宙深处, 遥远的未知之地, 一艘破烂的母舰发出微弱的光, 他距离一个虫洞不是很远。 母舰残骸暂时复苏, 接到五号机械人断断续续的信号, 进行了回应, 然后, 又将信息尝试发向虫洞中。 简然, 他只相当于一个中转站。 深山中, 湖泊盘, 茅屋前, 王轩又一次寻路, 穿着密铜魂甲, 在命土蒸腾出的雾气中远去, 追逐远处模糊的景物。 他沿着一条特殊的路, 进入神秘世界, 很快, 他看到了那处驿站, 悬挂的灯笼未曾熄灭, 他轻出一口气, 快速向前走去。 时隔多日, 他又进来了, 想探索神秘世界那片发光地, 要验证一些事。 路经死气沉沉的村镇时, 漆黑的夜空中无声地 飘落下枯黄的纸前, 这让他皱眉, 一直在坠落这种 有陈旧年代感的黄纸。 王轩向光明的地平线 尽头走去, 这次格外谨慎, 一直在动用精神天眼眺望, 毕竟上次出事而了, 他担心风波还没有平息。 不久后, 他驻足, 盯着黑暗的前方, 他的精神天眼捕捉到 异常的景物, 某座大坟中有人。 然后, 他转身就走了, 这次探索失败, 上次的风波没有过去, 坟场中居然藏着银甲士兵, 居然这么有毅力, 十几天过去了还在坚守。 哎, 上次出事而, 那队人马全灭, 被通缉榜上的大腰杀了个七零八落。 有高手来源, 也被那大腰使用不周山开采的 同母链制成的大硬活活砸死了。 上面动怒, 四处撒网, 要勤杀大腰,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多时之秋, 各种乱子不断出现, 城中的高层都在坠坠不安, 不知道会不会投靠远方那位爵士强者。 见识中, 王轩睁开了眼睛, 他轻叹, 连有一条秘路安全好走, 都充满了凶险。 比如, 他现在发现的这条秘路, 如果平和时期也就罢了, 没准能混进去得到不少好处。 但现在, 那片神秘世界似乎不怎么宁静, 有各种乱子, 他万一不小心遇上逍遥有以上的强者, 一旦被盯上, 后果严重。 到了现在, 他将黄澄澄的小葫芦以及非洲中的超物质都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没有神秘因此可借用了。 而此时王轩几乎踏足命途领域了, 他觉得,自己得找个道观, 或者千年古叉, 补充所需, 差不多就可以更进一步了。 有些问题, 最近探测器怎么会越来越多, 连这种荒山野岭都时常有仿真昆虫飞过, 捕捉景物。 王轩皱眉, 各大组织的监控可谓无处不在, 近期外界多半发生了一些事, 导致顶级失利严真以待, 探测器连深山都不放过了。 他避开了大部分, 摧毁了少许, 看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 精神, 王轩洗漱后, 他一阵醋眉, 终究是不小心泄露了行踪, 远处有微型探测器飞过。 他不可能实时去扫尸所有微型生物, 山林中各种虫已太多了, 他如果总在意附近环境中的细节, 根本不可能沉静下来修行。 王轩淡淡地瞥了一眼那只从不远处飞过的野风, 然后不客气地摧毁, 接着直接从这片山林消失。 今日, 开元大学人体潜能研究学院中正在上演对抗赛, 属于各高校间的切磋。 秦成终于遇上了自己等待的对手, 和黄家人有关, 他要为林教授出口气。 这场战斗还是较为引人瞩目的, 因为秦成和王轩的关系瞒不住, 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身后是谁。 不过, 眼下剑仙消失了, 让人较为惋惜。 秦成的对手是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 他的师父出自皇家, 号称救赎正统世家。 尤其是传闻, 最近皇家有人从福地回来了, 外界怀疑, 皇家可能有了超凡者。 东, 秦成与那个健壮的年轻人交手, 发挥稳定, 干净利落地击败对手, 让那个健壮的年轻人口涂鲜血, 亮枪倒退。 秦成听从了林教授的吩咐, 注意分寸, 没将对手打得骨断金折, 也算是留情了。 原本这件事没有引发什么波澜, 平淡的过去了。 不过随着王轩露出行踪, 起了微妙变化, 皇家有人想见到这个最近以来名气很大的超凡者, 仔细研读他的资料后, 对他有所怀疑。 甚至, 皇家有人进了祖辞, 进行祷告, 在这里入眠, 进行某种仪式, 想要与神秘力量沟通。 密网上最先有人放出王轩的朦胧图片, 爆出他还活着的消息。 给你们看看, 是谁来了, 王之面试图, 重现人间。 有数家财阀的探测器都捕捉到了王轩的身影, 但是都没吭声, 尽管是否会有什么事件发生。 结果, 有个家族的年轻人德西王轩活着, 实在没忍住, 将照片放到了密网上, 这自然引发轰动。 然后, 这个猩猩跳脱的年轻人, 直接就被家里人给修理了, 恶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谁让你发出去的, 现在这种大环境下, 你没事而跳什么? 无论如何, 说什么都晚了, 照片泄露, 引发轩然大波。 我去, 见仙在线, 谁说他死了? 王之蔑是, 看那些造谣声势的人怎么说。 消息一旦走漏, 自然就不会是秘密了, 各方动容, 超凡者王轩没死, 依旧好好的活着, 让各方吃惊。 战舰喜地, 圆池山大爆炸, 他居然还能活下来。 然后, 周云、钟晴、 陈永杰等人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各方都在向他们询问, 具体什么情况。 事实上, 己人也很猛, 王轩就这么突兀地回来了。 孙家众人脸色难看, 当初为什么击毁袁池山, 还不是为了杀王轩, 灭超凡者吗? 结果郑主没死, 得到消息后, 孙家许多人感觉脸都肿了, 像是被人抽了上百截耳光, 总觉得王轩回归, 在嘲弄他们。 孙一辰直接气得摔了电话, 前不久他还在对人说, 王轩尸骨无存, 结果对方悠悠然走出了山林。 见先回归, 各大平台上, 也都有人第一时间放出消息, 引发巨大轰动。 王轩不想理会这些事, 和一些故人简单通话报平安后, 他想直接找个道观或古叉, 补充完所需, 进阶到命土境界, 然后试了服役去。 不过, 他也知道, 他不惹事, 不代表别人会安心, 会本分。 他已经得惜, 这人间似乎变了天, 超凡接近, 神话正在进入现实中。 如果真有人针对他, 实在无法回避, 那么他也不会委屈自己。 他不介意检验自己的修行成果, 事实手中大杀气的威力, 教育下个路牛鬼蛇神。 第258章万法之史, 三个月四与人间隔绝, 更是进入过死气沉沉的飘落枯黄指前的神秘世界, 王轩再次回到城市, 很自然地融入。 在外面待久了, 重回熟悉的环境, 让他觉得亲切, 很容易回忆起过去的各种美好。 人间最美不过是那红尘烟火气, 经历那个漆黑的世界, 横川死寂的村镇后, 王轩再联想, 如果有一天, 星星与旧途也黑暗下去, 没有了太阳, 看不到星月, 万物聚集, 却失生机, 那时何等的残酷与可怕。 为避免极端事件发生, 他在戒备, 一路沿着人烟密集的地方穿行而过。 还好, 孙家并没有发疯, 其他组织也没有针对, 王轩很顺利赶回苏城, 和林教授与秦城吃了一顿饭。 接着他就出城了, 主动去拜访前安。 孙家内部有人阴沉着脸, 想秘密派遣出小型战舰轰炸王轩, 但终究是没有下令这么做。 现在的新兴形势复杂, 孙家上次被一道超凡学影杀进大本营, 连避数十人, 让他们至今都身体发寒。 尤其是, 王轩里应被轰杀在原池山了, 怎么现在还活着? 当时, 我们亲眼看到他登山, 现在想来, 他猜到我们会动手, 做个样子而已, 很快就退走了。 孙家有人叹息, 有些无奈, 凡被王轩利用了他们迫切想杀他的心理。 孙荣圣眼神英智, 让人告诉阿贡财团的格兰特, 可以仔细查一查, 他的孙女多半也是被王轩利用了。 他又叮嘱了一句, 道不要添油加醋, 如实告知。 请五号机械人出手吧, 直接按死他。 然后, 在派出我们从福地接回来的人善后, 真不能留他了。 孙城前开口, 孙荣圣犹豫, 有些犯处, 非常时期, 他怕这样激烈出手, 会将孙家树立为超凡者的功敌。 母戒是他们的倚仗, 过早的暴露底牌, 一而再的挑头出手, 不是什么好事。 情况对他们很不利, 有些骑虎难下, 他们曾了解到内幕消息, 孙家会被颠覆, 必须要扛过三年期。 郑家已经阴言了, 被人取而代之, 可是, 说什么烈仙腐朽, 即便在线也会极度衰弱, 可以对抗, 这明显有误。 绝影的出现, 杀得他们头皮发麻, 现在内心有些怕了。 脚去了古人了, 我们以为他们落伍了, 身体衰败, 眼光更是跟不上这个时代, 但如今看, 他们间的斗争可能在借我们之手展开。 尊荣胜低语, 现在他们有理由相信, 有些消息确实可信, 而有些则是在借现代人知识脚杀超凡, 清场, 灭对头。 我们要不要多搭上一条线, 我很担心, 有些剧本已经提前写好了。 钱安很高兴, 热情招待王轩, 对方活着归来, 直接就来拜访他, 很是关心他目前的身体状态, 让他觉得这个年轻人靠谱。 我既然说过, 要分数次要为钱老续命, 自然会尽心尽力。 王轩笑着说道, 他告诉钱安, 他做事有始有终, 只要他还活着, 那么保证兑现承诺。 随后, 王轩行事干净利落, 直接付诸行动, 和钱安一起进入那座道观。 可以说, 宾主结欢, 两人都很满意, 在道观中, 在神像前大台养生之法。 人要有心灵的归宿, 钱老, 你相信超凡, 最近又在努力尽心, 体悟到家无为的心态, 不强求, 我觉得可行, 平日你也可以寄托山水间, 心神放木彩云端, 不要拘泥于形势。 有道理啊, 最近我都在旅行, 碧海中, 月亮上, 深空间的陨石度假村, 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以凡人之躯效仿烈仙, 神游太虚, 我感觉身心状态都不错。 两人聊得很投机, 然后, 王轩让他静心, 闭目养神。 神秘因子弥漫, 王轩补充自己所需, 也适时地帮老钱梳理了身子骨。 这一晚, 王轩在道观中盘坐了很久, 不断接引超物质, 他的血肉与根骨在欢呼, 在雀跃。 他整个人静若出世的先佛, 明明在现世, 但弥漫白雾, 给钱安的感觉, 像是远在云端上, 不在红尘间。 终于, 像是到了某个临界点, 王轩的体内, 精神如灯, 高挂长盛的万古夜空中, 照亮他的前路。 他要突破了, 即将从燃灯领域踏进命土境界中。 他寂静不动, 精神沉浸体内, 燃灯照前路, 他的精神体在一步一步前行, 接近了那片神秘地带。 那里像是万物七始之地, 蕴藏着蓬勃的生机, 像极了一片土地, 有淡淡的物丝蒸腾, 鸟挪而上。 王轩一步就迈进来了, 他足在这里, 整片天地, 整片世界都不同了, 一瞬间, 他的精神感知暴涨。 他的血肉轻颤, 五脏轻鸣, 骨块震颤, 周身四发出了金石撞击的声音, 他的体表有一层蒙蒙的光。 王轩突破, 近升到命土境界, 精神体立足这里, 生命都像是有了依托, 这块神秘之地给予了他生命层次的提升, 这里天生像是滋养精神与血肉的源出土壤。 万法之使, 超凡立足之地, 精神扎根在此, 彻照自身的命运, 仰望长生的夜空, 一切从这里开始。 王轩站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 觉得精气神不断攀升, 实力以可见的速度增长。 他心中安宁, 站在这里, 感觉自己像是命土中的一颗种子, 刚刚破土而出, 成长为道之嫩芽。 外界, 前安发呆, 看着前方那张年轻的面庞, 那个安静无声闭着眼睛的身影, 觉得他比仙佛还要飘渺, 还神圣, 朦朦的光, 细薄的雾气, 他似乎盘坐在红尘外, 超脱了现世。 终于, 一切都平静下来, 王轩深吸了一口气, 命土滋养精神, 诞生万法, 演化神话, 这里有很多神秘。 他睁开了眼睛, 看到前安的神色, 他微微一笑, 给人一种月光洒落, 淳朴宁静之感。 王轩精神延展, 让前安瞬间憨然入眠, 然后, 他精神出窍了, 睡膝远去, 测试了一番, 可远离肉身二十里, 远超过去, 让超凡者知晓的话一定震撼。 命土境界的人, 竟能这样远渡, 等若神游。 此外, 他的精神体外, 还伴着奇景, 有大山, 有碧海, 有太阳坠落岩浆地的景象, 更似有九天上吹拂 杜劫之人的淡淡的刚风。 简然, 他身边的奇景更多了, 从缥缈的室外, 未知的精神世界中, 捕捉而来。 简在, 奇景不在血肉中, 跟随他的精神而行, 缭绕着他。 成团的五色金丹大道, 是不是受此启发? 熬练五大奇景, 收于金丹中, 从而绽放五色神光。 王轩自语, 他从源头去理解, 洞涉本质, 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 完全走对方一模一样的金丹道路。 他觉得, 如果照搬, 效仿, 都是下诚, 只有从源头理解, 才算是平时古人, 从而找到更强的路。 大山, 岛屿, 归于地, 岩浆, 落日, 归于火, 地海, 长河, 归于水, 王轩梳理精神体周围的奇景, 以地火风水等编织, 化作岛衣, 覆盖在身上, 保护自己。 古代, 略先讲究原神不朽, 岛衣护体, 我这是意外摸索到 相近的领域了吗? 王轩很平静, 无喜无忧, 精神体沐浴月光, 飘飘然如雨花灯仙, 在夜空下一粒, 道法自然。 他没有迷信前嫌, 因为, 他得到了太多经文, 有几部更是镇古朔金的绝世篇章, 立足点已经足够高。 哪怕有所误, 他也不觉得离谱, 自认为就该如此才对。 他觉得自然, 可是如果让外人知道, 一定会目瞪口呆。 这才踏足命土境界, 就已经如此, 还让别人怎么活? 这种自然的强者心态, 有些吓人, 抓得一声, 王轩自悦空中消失, 回归肉身, 疏得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道观, 精神领域延伸, 见到了半截铜墙中的骨, 这次他没有精神出窍, 便有了极许天眼的能力。 他欲发体会道, 命土是万法之时这个说法的不凡, 自此后一切都不同了, 他可以立足在这片神秘土地上, 积淀超凡之力, 由虚化石, 演艺神化领域。 要复活了吗? 他看着铜墙中那块骨, 有淡淡的血丝交织, 有生命在孕育, 一个影子折腐骨中沉眠。 王轩起身, 连有在这里继续薅掀仙的神秘物质, 再次为钱安梳理了下身体, 唤醒了他, 告辞离去。 我派车送你, 钱安看着他年轻而又温和的面孔, 总觉得, 这是未来的仙佛啊。 不用, 我踏跃回去, 王轩摇头, 挽拘了他, 他朝着苏城外远方的山林中走去, 因为在精神出窍二十里时, 他看到了一个生物在窥探他。 现在, 他精神与肉身合一, 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想去看一看。 从大幕后回来的男子, 以及那个超凡机械人, 自身的状态都有大问题, 不算是逍遥游层次的高手。 立足命途领域后, 王轩更加能够理解发生在孙家的大战了, 他心境平和, 十分从容。 列仙回归, 受到的伤害远比他想象的要大。 坠落人间, 列仙却实在腐朽, 被连斩了多个大境界, 再给我一段时间, 一切都有可能。 前方, 山林在月光下不是多么黑暗, 像是覆盖着一层薄纱。 咦, 真敢来, 那里有个朦胧的身影, 看样子是个女子, 发出惊讶的声音, 他早先窥视, 没有想到对方的真身直接出现了。 他鸟鸟挪挪地走出山林, 一身白衣, 在月色下饭外有气质, 身段绝佳, 面孔极美, 眼睛很昧, 怎么看都有点像是狐仙的架势。 大幕后走出来的声林吗? 王轩平静地问道, 女子露出异色, 微笑道, 你对列仙似乎一点也不敬畏。 有些不一样啊, 让我看看你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白裙烈烈, 在月光下, 在山林中非常有仙气, 仿佛要乘风而去, 归于明月上。 但他在出手的刹那, 却相当地可怕, 雪白晶莹的手掌, 画出一道刺目的光束, 向着王轩劈去。 我抱着诚意而来, 想和你聊聊。 王轩开口, 但是当他出手时, 却绝对地不手软。 空, 他向前迈步, 看起来如同折仙般空明与平静, 但拳头爆发出了胜烈如焦阳般的光滑, 全印撼动夜空。 这是金色竹简上的体术, 即便是超凡者也很难练成, 但他有所悟, 这是三个月以来的成果之一。 羽化拳, 璀璨夺目, 伴着飞仙般的光雨, 挤压前方的虚空, 扫进黑暗。 砰, 两人冲击在一起, 女子恶然, 他现在的这具身体有采药巅峰级的实力, 结果, 他被人压制了, 手臂被震碎, 而后又被冻穿了前胸。 王轩带着光雨的拳头, 击穿他的躯体, 猛力一阵, 砰的一声, 让他炸开了。 点点光雨消散, 这个女子的面孔保持着那种难以置信的神色, 散落在夜空中。 如果真身也这样柔弱, 那就再好不过了。 王轩转身, 没有多看一眼, 她越消失在远方。 清新, 一座城市中, 某个酒店内, 一个白衣女子刚沐浴完, 穿着睡衣, 原本心情美好, 体会着这个时代的新奇与舒适感, 他瞬间恶然, 警醒。 有意思, 我的福祉化身被人一拳就打爆了, 好狠的心啊。 他红唇微起, 吐出一口郁闷之气, 第259章维超凡找出路, 洁白月光洒落, 大地上像是有薄烟泛起, 王轩漫步, 他看着深邃的夜空, 大幕后的世界属于平行宇宙吗? 还是说, 他依附于现世, 那只是由超物质能量短暂构建的一个神话世界。 现在超物质在消散, 无法支撑神话了吗? 或许不止如此, 超凡法则也在渐渐失效, 这就像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定律有一天失去存在的意义。 不然的话, 现阶段烈仙回归何以衰弱的这么厉害? 神话只是一场意外吗? 见识纠错, 目前看来无解, 是至高定律。 一切超凡都会被打回原形, 那以前又是基于什么, 意外诞生这样一个美丽的神话泡影。 月月下, 大地上, 王轩一个人站立很久, 看着浩瀚的星空, 在这苍茫天雨外是否有真正的神话生存的土壤。 他想了解那场意外, 只有探索源头才能发现本质性的东西。 高等精神世界, 交织着神秘的斑斓之光, 当超凡永迹, 那些基于超凡才能抵达的精神世界是否还在? 在那最高等的精神世界之外, 是否还有什么? 王轩并没有离开城市, 非洲, 黄澄澄的小葫芦等, 都是吞食超物质的大户, 他还要去找地方补充。 趁着这次, 交换一些奇物, 王轩觉得, 以后机会不多了, 各家的道观, 古叉都在复苏, 那些密库被人盯上了。 烈仙, 超凡者, 母舰, 机械人, 神话生物等, 都在相继出现, 平静期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出乎王轩的意料, 次日, 联系王轩延续受援的人极少, 积极性不是多高, 似乎都在观望于等待什么。 王轩亚裔, 一群老头子很沉得住气。 他接到一些莫名的电话还有短讯, 有人提出要与他进行救赎交流。 王轩简单应付过去, 并没有答应, 比如有皇家的邀请, 云家的交流会, 他都不了解, 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些家族, 都是哪里冒出来的。 很快, 林教授告诉他, 有些事救赎世家。 而且, 王轩进一步了解到, 联系他的人当中似乎有超凡者。 福地解封了, 各家从深空中接回来很多人。 无论是老陈, 还是周云等人, 消息都十分灵通, 告知王轩要注意, 不要因宫里翻船, 心心上隐伏着一批超凡者。 王轩出神, 抢生意的来了, 他知道什么情况了, 各大组织带回来了部分超凡强者, 财阀的高层该不会认为那些人可以为他们续命吧。 所以觉得没必要和他等价交换了, 难怪这群非常新命的老头子现在不怎么主动了。 王轩了然, 并不是所有超凡者都能为人续命, 除非他们有新术领域那些人的手段, 可以吞噬别人的生命。 事实上, 各大财阀中, 确实有人在请薪的超凡者出手, 想为他们自身续命, 带如上宾。 福帝归来的人中, 的确有很厉害的人物, 了解详情后, 动用一些特殊手段, 帮雇主活血, 梳理筋骨。 他们施法后, 最起码短期内, 确实让人身体舒畅, 一些老头子误以为, 真的可以就此续命。 所以, 最近他们很淡定, 有些人甚至后悔了, 宋云叹息, 早先送给王轩暗金色的小舟, 现在感觉亏大了, 现在从福帝回来的人中有超凡者, 一样可以续命。 还有人比较纠结, 比如秦家, 秦宏远付出了几页金箔经文, 是家真经, 现在还要继续吗? 老宋痛惜, 但最终还是联系了王轩, 因为代价都提前付出了, 非洲早给王轩了。 秦宏远则是算式止损, 后几页是家真经他不打算拿出来了。 所以, 当王轩主动联系他时, 老秦婉拒了, 说最近要去月亮上疗养, 等过段时间回来再说。 王轩无言, 上赶着不是买卖啊, 他本着优先老客户的原则, 希望善始善终, 但是, 老秦不领情。 租成, 在中州的中部区域, 王轩一路向东, 赶向八百里外的宋家所在的地景月城, 亲自登门。 老宋面皮抽搐, 总觉得当冤大头了, 尤其是对方这么主动, 这是最近生意不好吗? 王轩笑了笑, 告诉他, 做出的选择理性而明智, 在过段时间, 后面有些人会着急的。 因为后面我会很忙, 不见得有时间, 宋云还能说什么, 他活了这么一大把年岁, 即便心中不舒畅, 也不会直接表现出来, 更无法翻脸。 现场作陪的人中, 除却宋云的亲子宋文涛, 还有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出现, 暗中一直在打量王轩。 很快, 王轩捕捉到他的部分私感, 居然在骂王轩变态, 怎么会成为超凡者? 王轩亚裔, 看了他两眼, 知道了他是谁, 很想一巴掌拍死他。 因为, 这个人就是变态小宋, 宋钱, 不止一次买凶杀人, 在旧途找灰雪组织的人针对王轩。 老宋第一时间呵斥, 道, 你怎么来了? 回去, 你身体太虚, 不要乱走动, 好好调理身体。 宋钱默默站起, 转身离去, 王轩看在老宋的面子上, 没有对变态小宋下手, 就像是上次他说的, 谁没年轻过, 暂且放过吧。 接下来, 双方相处愉悦, 气氛融洽, 老宋真切感受到了生命力的蓬勃, 身子骨越发强健, 仿若在返老环童。 王轩也很满意, 盘坐在宋家的道观中, 接引神秘因子, 浇灌非洲与黄澄城的小葫芦, 补充超物质。 次日, 王轩也没有离开, 又给老宋来了一个疗程, 让他眼角的皱纹都化开了一些。 王轩看到道观神像中, 那段焦黑的骨块散发着浓郁的生机, 有血色交织, 正在重塑。 他觉得差不多了, 这次薅羊毛就到此为止吧, 别真将这位给惊醒。 金城打来电话, 道, 王轩, 我和林教授被邀请了, 去云泰大学的人体潜能学院参加救赎交流会, 举办方也想请你出席。 王轩自然拒绝了, 他已经远行, 难得孙家本分于老是, 连有再出什么幺蛾子, 他去探访了望月牙, 幺神灵等地, 可惜没什么发现。 最后, 他回到了苏城所在的地狱, 并未进城, 而是观察远方的寒雾山。 他对这个地方印象太深刻了, 那一夜, 他精神出窍, 远眺苏城地平线尽头的山脉, 曾看到一些莫名的生物。 他一直想探一探寒雾山, 但当时觉得很危险, 便作罢了。 剑在他身上有斩神奇, 对付精神类生灵杀生力极大。 在超凡消退的大环境下, 他想了解那种只有精神天眼 才能看到的生物会怎样, 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见识纠错, 神话即将成为泡影, 让王轩感受到了压力, 他想从各个方面入手, 寻找新的出路。 我是不是太冒险了? 王轩自语, 但他又觉得, 有斩神奇护体, 仅是在苏城外眺望, 问题不是很大。 不过, 一旦有所得, 发现一些秘密, 他或许能在神话消亡的年代 找到一条全新的路。 这是受世帝启发, 是帝, 存在超凡辐射, 被认为是催生出超凡生物的 起源地之一, 而是地中藏着大量的圣灵。 寒雾山的生物形体和圣灵不一样, 但却有些相近。 你们到底是什么形态的生物, 有着怎样的秘密? 绿阳当空, 苏城远方的山脉很壮阔, 寒雾山海拔较高, 山顶常年缭绕着百物。 斩神奇被王轩初步烈化, 虽然路还很漫长, 但他已能分清敌我, 不会伤到他自身。 王轩精神出窍的刹那, 身穿精神甲皱, 并将巴掌大的金色小旗池到手中, 眺望远方。 山顶那里常年温度较低, 有些地方甚至覆盖着白雪, 现在望去, 并无生物。 他现在的精神感知远超从前, 连精神天眼所能捕捉到的景物也更清晰了, 所以这次看得较为真切。 山顶有寨子, 有生物居住过的痕迹, 但是, 那些身影呢? 一个都见不到, 上次是黑夜, 难道还与此有关? 王轩诧异, 他并不急躁, 一直等到晚上, 结果还是一样。 那些生物呢, 如果说不曾出现过, 可那里还有寨子, 有残寂留下。 王轩回到苏城休息了一夜, 第二日进入山林, 开始接近寒雾山, 当距离他不足二十里时, 他精神出窍, 又一次遥望, 结果和昨天一样, 依旧静悄悄, 没有生物。 接着, 他再次上路了, 距离十里时, 还是无异样。 当距离三里地时, 一切正常, 直到他来到山脚下也没什么意外。 王轩开始登山, 精神不再脱离身体, 并且手持斩神旗, 神色严肃, 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数千米高的寒雾山。 途中, 山林葱翠, 鸟兽很多, 生机勃勃, 到了山顶后, 万爱聚集, 大雾笼罩, 草木不生, 像是接连了天穷。 即便是超凡者来到这里, 也不会发现异常的事物, 就更不要说是凡人了。 王轩踏足命土境界后, 即便精神不出窍, 也初步具备精神天眼的能力, 能看到一些特殊的景象。 模糊间, 他看到了寨子, 看到了数十米长的巨大羽毛, 多少都在辐射超凡之力。 他想看到更多的秘密的话, 只能真正精神出窍了。 他没有盲撞形式, 在这里仔细观察, 直到他走到模糊寨子的尽头, 看向山崖外的下方, 那里竟有更壮阔的景象, 让他震撼, 感觉不可思议。 神话消亡, 超凡永继, 我不甘心, 所以才走到这里, 想为将来找一条出路, 但也不想成为途中的血鱼骨, 将自己搭进去。 他犹豫着, 要不要走进去, 第260章密库皆被占据, 山外, 竟是一片金色的汪洋, 海面上蒸腾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气泡, 五色斑斓, 每个气泡中都有生物, 如巨大的青鸟, 小山般人手蛇身的怪物, 身体笼罩佛光的庞大孔雀。 它们同神话中的一些富有盛名的生物相符。 泡影从金色汪洋中漂浮起来, 像是神话, 又像是童话, 有神圣力量弥漫, 也有童话般的纯净。 不, 泡影破碎, 在蒸腾起来不是很高的时候就炸开了, 连带里面的生物也刹那消散, 淹灭个干净。 金色汪洋中, 每时每刻都有庞大的气泡出现, 漂浮上来, 但最后都碎掉, 泡影破灭。 泡影中的生物也在努力挣扎, 但最后都失败了, 化作斑驳的流光, 消散在那片特殊的海面上方。 王轩没忍住, 精神出窍, 攥紧了斩神奇, 想要看到那些一切的本质, 而不止局限于泡影的幻灭表象。 它很震撼, 金色汪洋散发着浓郁的超凡辐射, 竟要撕裂它的精神体。 还好, 斩神奇轻轻摇动, 纹络交织, 挡住那片汗海的侵蚀, 遮住了扩张过来的精光。 仔细看, 金色的汪洋在退潮, 与山崖这里是逐渐拉开距离的, 现实世界中的山脉, 森林等根本拦不住它。 它似在虚空中移动, 要离开了, 王轩的精神回归肉身, 坐上非洲, 跟了过去, 然而, 它经意地发现, 始终不能临近那片海。 最后, 它又回到了寒雾山上, 下方的金色汪洋胜烈无比, 泡影不断。 这是什么状况, 给我暗示吗? 神话只是泡影, 终将会破灭。 它轻语, 金色的汪洋缓缓移动, 退得不算是很快, 看样子需要数天到半个月才能彻底消失在虚空中。 这是什么东西? 王轩猜测, 自己可能意外看到了一片类似湿地的景物, 或者说它就是湿地, 不过它要走了, 归于虚记中。 寒雾山以前竟是这样的一片所在, 山寨是类似百度人的守约者的居所吗? 终于, 金色汪洋中, 还有是生物挣脱了泡影, 向着金色大洋的深处飞去, 越来越远, 渐渐暗淡。 王轩在这里站了很久, 直到天色暗淡, 它才离开。 两天后, 王轩接到很多电话, 业务繁忙, 因为有人醒悟了, 其他超凡者能活血, 可以梳理筋脉, 但最后的效果相当于推拿。 这样做确实对身体有好处, 可是并不能延寿。 他们已经让一些明医会诊, 又以各种医疗设备检查, 身体健康状态没有多大的改变。 反倒是钱安、宋云, 经过严格的体检后, 被认为短短数日间, 他们发生逆生长, 身体最起码年轻了两三年以上。 钟家、 钟成惊叹, 道, 老王这是要逆天啊, 不将一群老头子的宝物榨干净是不罢休。 不过, 我也心动了, 想和王轩好好聊聊, 等价交换, 我要成为超凡者。 姐, 你不想变成中仙子吗? 我和你说, 等照清汉, 无音回来, 肯定飘飘然, 宛若事外的仙人。 我的亲姐, 不进则退啊, 钟情清纯亮丽的面孔上顿时出现纠结之色, 她怎么可能不动心, 尤其是和那两人对比后, 她如果还是凡人, 真不甘心啊。 姐姐, 我觉得趁现在, 你将王轩拿下算了。 多好的一个人, 那样的强大, 有安全感啊。 虽然有时候她也有麻烦, 但顶多也就是被人用战舰炸一炸, 没事儿, 死不了。 都好几次了, 她还活蹦乱跳呢, 我看她不是短命香。 就在忠诚得色, 而她姐姐准备修理她时, 钟长明来了, 找到姐第二人, 让他们务必将王轩请来。 此时, 王轩身在永安城, 做客赵家, 被赵清汉的亲爷也请来了。 她能说什么, 推去了另外一些老头子的邀请, 首选这里。 三个多月过去了, 密地中的老胡为什么没有将赵清汉与吴音送出来? 无论是赵家, 还是吴家, 都在密地外的贺心基地中留有人手, 等待两女托离那颗超凡星球, 可是始终不见动静。 古色古香的房间中, 摆放着高大的紫檀书架, 陈列着各种泛黄的古籍, 全都是经书、密册等。 这是赵明正的书房, 她满脸是笑, 看着王轩, 道, 你仔细去翻一翻, 看看哪些经文对你有用, 尽管拿走。 她是赵清汉的亲爷爷, 这么和蔼可亲, 让王轩还真不好杀熟。 王轩微笑, 礼貌地和她聊着, 然后去书架看了看, 的确发现价值惊人的经书。 比如, 《灵宝必法》, 《金丹器密图》, 《物真篇》, 《吕祖建经》, 《内丹史密》。 王轩已经得到成团的五色金丹本金, 这里又出现了钟离泉和吕洞宾秘传的典籍, 等于是将金丹大道的体系补权了。 几位鼻祖籍人物, 最重要的经典都出现了, 王轩有些出神, 这让他不得不要重点研究下金丹大道了。 他意识到, 赵清汉练救术是为了保持好身材, 没说假话, 放着这么多点集都不去练, 估计压根就没翻动过。 接着, 王轩又在这里看到了子府岛金, 混元密图等, 这可是一教祖停级的秘点, 让他都动容了。 这要是在古代神话时期, 在那个超凡物质浓郁的年代, 随便一本经书扔出去, 都会惹出血与腥风, 让超凡者打声打死。 这个时代没人太在意, 赵明正就这么摆在书架上, 让王轩随便去翻看。 王轩不得不叹, 想到了百度人的话,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 遍地都是奇珍, 让古人都眼红。 各个历史时期, 不同时代的奇物, 都从虚空中一同坠落, 急于一世, 堆积在一起, 怎能不璀璨。 可惜, 如今这个时代, 却没有几个人能练这种东西。 王轩不管能不能练, 都先以强大的精神领域扫事, 记在心中, 以后慢慢去研究。 他露出异样之色, 赵老头今天还真是舍得。 这些古书留在这里也不过是收藏品, 是文物, 你看中哪些, 直接带走就是了。 赵清汉的父亲赵泽俊也在场, 告诉他随意挑选。 王轩谢过, 最后来到赵家从旧土搬来的道观中, 仔细看去, 果然在主殿中的同点内发现一块骨。 他觉得, 新兴的财阀被渗透得厉害, 一百多年前, 提议附建道观, 庙宇的人绝对是有益的, 早就安排好了。 不然的话, 没那么巧, 所有的道观, 庙宇中都有真骨留下。 王轩一阵出神, 一百多年前, 猎先中的部分强者就在划分势力范围了。 这是大墓内部分强者密谋的, 还是某一个超级势力在思维。 他知道, 一旦这些真骨血肉重塑完毕, 而三年期还没过的话, 这些地方会立刻变成修行圣地, 化为大教道统。 赵家这里问题也较为严重, 那块真骨上血色交织, 长出部分血肉了, 不知道多久能出现真身。 王轩真想挥动窄神旗, 给那块真骨中沉睡的生灵来一下试试看, 到底能不能干掉。 他有些担心, 七居各大财阀中的真骨, 有可能是大佬及强者, 不好对付。 最终, 王轩引来神秘因子, 将赵明正和赵泽俊都覆盖了, 康烈先知凯, 靠真骨的超物质, 为二赵岩寿。 赵泽俊喜悦, 激动, 他真切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 尽管他现在还不算老, 但经过神秘因子滋养, 他还是能够觉察到身体机能再变强。 离开道观后, 赵泽俊私下告知王轩, 前阵子有神秘生灵对他父亲托梦, 具体谈了一些什么, 赵明正没有细说。 我有些担心啊, 赵泽俊叹道, 王轩回头, 看了一眼道观方向, 那块骨自己复苏过。 还是说, 有生物透过大墓, 通过那块骨定位坐标, 进行托梦。 赵叔, 暂时应该没事儿, 那个生物按理来说不会太过分, 毕竟是老阴火啊, 如果是合理的要求, 尽量满足他。 万一将来有事儿, 我会过来看看的, 不用担心。 王轩安慰, 他认为, 只要不是自负过头, 托梦的人肯定不会胡来, 都是在大墓后方的残酷斗争中活下来的人, 现阶段没有恢复真身, 肯定会很温和, 甚至会给予赵家族够多的好处。 赵泽俊一正, 这个年轻人, 到底多强, 太自信了吧。 王轩确实有些信心, 只要再给他一段时间, 一切都有可能。 甚至, 现在他手持斩神旗, 都想去试试看, 给那块鼓来一下会发生什么。 赵泽俊略微犹豫, 道, 你跟我来, 最近我父亲经常看密库, 我怀疑, 这是某个生灵在让他找什么。 相对那个生灵而言, 他自然更信任王轩, 他已经了解到, 自己的女儿和王轩在密的走得很近。 王轩跟了过去, 来到一座宝库外, 顿时止步, 他皱着眉头, 这里和在孙家时的感受差不多, 密库被人不知过。 该不会每个财阀的密库都被人占据了吧? 他以超长的感知探索, 凭着特殊的天眼, 他知道, 这里确实有好东西, 有很强大的一宝, 但是没有一件能比的上展神奇所浑中。 王轩想了想, 暂时不想起冲突, 更不愿打草惊蛇。 他示意赵泽俊, 一起离开了此地, 赵书, 那里确实有些问题, 主要是针对超凡者, 对普通人影响不大, 你暂时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吧, 以后万一出现怪异事件, 你再联系我。 赵泽俊点头, 亲自送他离开, 目送他远去。 接下来, 在秦宏远一再的邀请下, 王轩去了一趟秦家, 顺利将最后几页金箔经文看完, 至此他得到整部施加震惊。 秦城联系王轩, 告诉他一些事, 王轩, 我们现在来到了已救赎正统自居的皇家, 早先连开了几天救赎交流会, 连有想到, 最后云泰大学的人带我们来皇家参观, 实在推脱不掉, 在这里林教授看到了当年将他胸膛打穿的那个家伙。 王轩心中顿时一沉, 皇家该不会是故意将林教授与秦城接过去的吧? 他想到了数日前, 皇家、云家这几个救赎世家, 似乎都邀请过他, 但被他婉拒了。 秦城道, 皇家很客气, 没出什么意外, 林教授也很平静, 没有计较当年的事, 不过皇家想要邀请你过来交流。 秦, 我知道了, 王轩点头, 没什么意外最好不过, 皇家, 祖辞中, 有丝丝缕缕的白雾, 有一个老者在沉眠, 他被托梦了, 正与神秘生物交流。 在梦中, 他开口道, 是的, 他每次为人续命, 都是进入道观, 寺院, 神词中。 将他请来, 白雾丝缕缕缕, 有个声音在老者的梦中响起。